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瞪大了眼睛 安德剑酒量不小 他们知道 可是在一般的酒局里 安德剑极少超过三两白酒 只要到了三两白酒界限上 他便再也不喝了 就算是原来的黎阳地位领导 或者是省上的有关部门来南谈 他也是以三两酒为宪 像这样主动提出要喝三杯的 他们和安德剑共事的这几年里 还是第一次见到 对于这位雷总的身份 顿时刮目相看 好 安书记果然够豪气 名不虚传哪 雷达一争之后满脸笑容 相当高兴地端起酒杯 显然对安德剑的豪爽十分满意 陆卫民也替雷达倒了三杯酒 卫民是我小兄弟 早就和我说过安书记的大名 对你也是十分仰慕 也包括其他的几位领导 今天能借此机会 我先敬安书记 然后再敬其他几位领导 雷达敬完酒之后 就先离开了 倒是陆卫民又留了一会儿 再敬了一轮酒 这才离开 安书记 这个雷总看样子有些来头啊 张立本压抑不住内心的好奇 问道 嗯 经理来的 好像是从中建集团自己出来发展的 应该是有些背景啊 安德剑对于这个话题不想多说 虽然在座的几人都算得上是他的心腹 但是有些话题不亦深谈 他大略知道雷达的来头 连夏立行对雷达都很客气 至于雷达在丰州投资建厂 应该是省里有人和夏立行说过话 夏立行也是给狗志良和张天豪都专门打了招呼 要求在政策范围之内给予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足见此人底气 哦 难怪啊 经理来的呀 张立本明白过来 看来咱们国家的政策也是越来越开放啊 从那些个国字头出来下海也是越来越时髦了 要下海也得会游泳才行啊 现在中央整顿官员的力度不小 想要全凭所谓关系全力来挣钱 已经行不通了 当然你要是自己有本事 敢于下海搏浪积水 闯出一番事业来 那才叫本事啊 安德县摇摇头 不想多说 这位雷总据说是实打实的砸出了上千万来搞这个水泥场 不是那种玩空手道的角色呀 冯州县接了这么一大笔投资也是喜出望外 冯州县委县府对这个项目都很看重 想不到维民居然有这样一位朋友 周渔民有些感慨的说了一句 以前可从来没听过维民提起啊 他这位朋友看起来对维民也很看重啊 这一点几个人都意识到了 虽然陆维民对雷达也很尊重 但是可以看出 雷达一样对陆维民保持这一种难以言喻的信任 以这位雷总现有的身份来说 几乎有些说不过去 这也让包括安德剑在内的所有人白思不得其解 只不过这种事情大家都只有藏在心里不好多问 陆维民和雷达几人吃完饭 又主动到隔壁安德剑那里 正好安德剑一桌人也是吃完离席 一番寒暄之后一道出门 刚走出门正好碰上了从对面走廊上走过来的一群人 丰州宾馆的贵宾间都是统一设在了大厅的后方 一条环形走廊从大厅正门进入之后可以各走两侧 左侧是以现代都市命名 如罗马 巴黎 伦敦 香港 这样的城市命名 而右侧则是以花卉命名 如海棠 玫瑰 芙蓉 牡丹 通道口两侧的迎兵小姐 个个个头高挑 气度优雅 身着的紫红色底绣花旗袍 更是把两个女孩的身材显得婀娜诱人 见到客人来都是微微的一躬身 道一声慢走 颇有些三四星级酒店的味道 看到对面那一群都是有些酒气熏熏的年轻人 嬉笑打闹着向这边走过来 尤其是看到安德剑和雷达一行人走到前面 有可能先出门时 走到前边的两个人一下子就挤了过来 抢先横在了出门的通道前 挡住安德剑和雷达一行人 让自己这一行人大摇大摆地先出去 安德剑和雷达都微笑着 会议地交换了一下目光 安德剑摇摇头 雷达则是怂怂肩 都很知趣地停住脚步 等那帮人先走 自然是不想和一帮矛头小伙子一般见识 免得失了身份 见到这一帮人都自动停下来 让他们先走 当先的一个年轻人更是骄狂无比 一身挺阔的西装半场着 内里衬衣上两颗钮扣解开 一条红丝带系着一个玉皮球 满脸的骄横跋扈和志得意满 几乎能刮下一层来 他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 安德剑和雷达两人 目光略略有些暗 加上角度问题并没有看清楚 估计也是不认识的人 也就不在搭理 随手在身着旗袍的迎宾小姐 大腿旗袍分叉处摸了一把 然后又重重地 在迎宾小姐的翘臀上拍了一下 迎宾小姐显然是认识这帮人 见到这帮人过来 脸色煞白的低头 双手交叉放在小腹前 背驰咬紧嘴唇 没想到还是没有躲过 先行一人的恶行 当西装青年摸他大腿时 他就下意识地想要一躲 没想到那青年手脚忒快 不但摸了大腿一把 还就是把自己的臀部捏了一下 吓得他不禁叫了出来 安德剑和雷达 脸色都是微微一沉的 在自己面前公然调戏女孩子 这个家伙未免也太放肆了 只不过还不知道 这迎宾小姐与这伙人 是不是素食 若是熟人倒也不好干预 以安德剑和雷达的稳重 自然不会轻举妄动 女孩子的惊叫声 似乎激到了那个青年 本欲往外走 此时反而停住了脚步 哎哟 万脸 这个又是你当班了 原来 别在这傻站了 陪你二哥喝酒唱歌去啊 对不起 我在当班 不能走 少女惊慌无助的眼神 在对方啄啄的目光下 显得更加惶恐不安 一双手更是紧贴着小腹 搅在一起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嘿嘿嘿嘿 healthy 小邻ен哪 你去给老贵打个电话 让她找个人来顶范连 就说 范连我请走了 到时候 大不了 我给老贵赔个罪就是了 西装青年 阴邪的笑了起来 嘿嘿嘿 走吧 这下没问题了吧 不 不行 少女脸色越发苍白 但是毛子里却有着一份倔强 求助般的望着对面那个与自己一起当班的女孩子 那个女孩子一样早就被吓得脸色雪白了 甚至身体都轻微的站立了起来 哪里还敢吭声啊 不行 我没听错吧 范连 这风珠城里敢拒绝我邀请的可还真就不多呀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这可是第三次邀请你了 你是不是太傲了一点啊 还是故意在我面前拿捏呀 也许是感觉到有外人在一旁观看 青年觉得自己的面子被扫了 他苟言声在风筹城里谁不让三分呢 这个不懂事的门厅女居然敢屡次三番的拒绝自己 脸色陡然阴沉了下来 不 不是 狗先生我真的是不能离开 我在当班呢 就请您放过我吧 女孩脸上的京举之色更浓 但是眼中的怒意和倔强却丝毫未解 头都快要垂到胸前了 饱满高婷的胸脯更是急剧的起伏 看在西装青年的眼中 邂火更浓 饭连哪 你是真不想在这干了 还是咋的呀 是不是要让二哥给你们贵总打电话呀 贵建国在二哥面前还不是得乖乖听话呀 手臂上纹了一个蚊子的青年 手插在裤兜里 音笑着道 二哥啥身份 难道你不知道啊 少在二哥面前拿你 要不明天你就得滚蛋 是啊 翻脸 二哥就是让你陪着去唱唱歌 喝喝酒 要不干啥 你在这摆谱都摆到二哥名下了 是不是有些过了 另外一个花衬衫的青年 也是从另外一侧靠近女孩 也给脸不要脸啊 到时候就是你想要脸 那也没脸了 就是 直去一点 还真以为自己是啥公主小姐咋的呀 一个战大堂的 装什么处啊 另一个戴着黑墨镜的青年 叼着眼 双手环抱 恶呵呵的道 二哥看上你是你的福分 真他妈给脸不要脸 给你三分颜色 还上上大红了 信不信哪天找人给你轮了 一干人的嚣张 让安德剑和雷达都有些目瞪口呆 虽然知道眼前这些小青年 多半是有些来头 但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帮人 肆无忌惮的调戏凌辱一个女孩子 让安德剑当着雷达的面 还是觉得耳根子一阵发烧啊 虽然说这封州不是在他的志向 但是自己好歹也是封州地区 筹备领导小组的成员呢 这封州县也是共产党志向呀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干部 这样的情形实在是让人无法直视啊 安书记 那个西装的年轻人 好像是狗之良的小儿子 狗言声 我见过一次 张立本不动声色的贴见安德剑背后 敲声道 他原来是封州县法院副院长 后来调任南潭县法院任院长 再升任为南潭县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算是对封州的情况十分了解 太不像话了 心中暗自一沉的安德剑面沉如水 声音不高不低 身形却未动 陆卫民也听到了张立本附在安德剑而后的言语 心里微微一动 在这种场合下 无论是安德剑还是徐小春 他们都不太好出面 狗之良现在是封州地区筹备领导小组的成员 据说极有可能要在新任的封州地委中担任要职 只不过他和安德剑略有不同的是 就是他暂时还没有卸任封州县委书记这一职 依然兼着封州县委书记 那么现在安德剑和狗之良的关系就很微妙 两人都是县委书记 很有可能将在即将成立的封州地区中担任领导职务 这种情况下 如果安德剑要出面制止 只怕很容易会给外人一些不必要的联想 但是这种情况下 如果安德剑不出面 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不但在雷达面前要留下一个极不良好的印象 而且一旦有外人知晓 只怕一样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想到这里 陆伟民身形一动走了出去 干什么 这是干什么呢 你们要干啥 哪来的不知死活的东西 没张眼睛吗 二哥在这里 你他妈瞎了眼睛 在这里瞎嚷嚷 花阁衬衫的青年猛然转过身来 阴损的目光狠狠地瞪着走出来的陆伟民 哎哟 哪个裤腰带没记好的 把你这么个玩意儿露出来了 饶食陆伟民早就有心理准备 还是被对方这恶毒无比的言语 给鸡蛋火冒三丈 这王八蛋嘴巴怎么这么臭啊 吃了大份没漱口 那就趁早到水龙头下面去好好冲一冲 陆伟民这个时候也顾不上许多了 血性火气也是一下子被点燃了 管他们是谁呢 有安德剑和雷达这些人在后面 怎么着也吃不了亏 被陆伟民的反骂气得蹊跷生烟 大概这也是第一次在丰州城里遇到这样的事情吧 花阁衬衫铺上前来就要抓住陆伟民胸前的衬衣 陆伟民也不客气 长期的锻炼 让他无论是在力道还是身手灵活程度上 都远胜于这些外强中肝的抉择 伸出一挡戈对方的手 另一只手趁机用力一推 对方本来就喝了一些酒 反被陆伟民凶悍的一挡一推 顿时一个裂剑倒退了几步 险些摔了一跤 如果不是其他人扶着 只怕就要来个四脚朝天了 妈的烦了 这他妈是哪来的王不蛋呢 给老子上 二哥这是故意来惹事的 一个都别想走 如同捅了马蜂窝一般 一群人顿时都焦躁了起来 各个摩拳擦掌就要扑上来唯欧入伟民 甚至有两个人已经把目标转向了安德剑和雷达几人 琢磨着既然这帮人是一起的 那么就连这帮人一块打吧 雷达早就有些压不住火了 他也知道对面那帮人少不了有本地官员的子弟 但像眼前这种事情 尾时让他难以忍受 安德剑和其他几个官员有些不太好出面 他也能理解 甚至连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好出面 也许陆卫民出面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没想到那边竟然有耻无恐 在陆卫民出面之后更加嚣张 反而要殴打陆卫民 这让雷达觉得事可忍孰不可忍啊 安德剑也觉得颇为棘手啊 陆卫民出面的确让他松了一大口气 如果陆卫民出面能够制止这种事情 那是最好不过了 哪怕是心事宁人呢 安德剑也可以接受啊 没想到对方一上来就是满口盼分 听得他都是无名火起啊 更别提像陆卫民这种年轻人了 只不过这一下子演变成全武行 也不是他乐意见到了 这要真传出去 他带着一帮干部和一群小地皮打架 甭管是为了啥原因啊 那都要让他在政治上付出代价呀 但就这样缩头缩脑的溜了 也不是安德剑想要得到的 至少他安德剑还从来没有这么憋屈过的 正琢磨着该怎么样来解决面前的这场麻烦 陆卫民却是怒吼一声 想干什么 还有没有王法了 嘿嘿嘿 小子 谁他妈跟你讲王法 嘿嘿嘿 这小子他妈活腻歪了 敢在这找死啊 啊 几个青年已经按捺不住了 扑上来就要动手 狗言声 你真打算替你老子惹事吗 陆卫民突然提高了声调 诶 这住手 狗言声心中一惊啊 九亿顿时消了不少 分开众人走上前来 上下打量着陆卫民 你 你他妈是谁啊 敢在你狗二哥面前冒皮笔 你别管我是谁 我想知道 如果是狗书记在这里 恐怕一样不会容得你这般乱来吧 身高体壮的陆卫民声音红亮 中气十足 狗言声更是一惊啊 对方话语里竟然如此拖道 而且口音也不像是丰州这边的口音 倒更像是长州那边的口音 他老子再三叮嘱他 这一段时间里不准在外面惹是生非 他虽然不懂事 但是也知道自己老子这段时间是关键时期啊 丰州地区成立在即 他老子也有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被提拔 所以他在家里窝了相当一段时间 今儿个才找了个机会出来放松放松 没想到却碰到了这么一帮人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关道无强 作者瑞根 演播左右 狗言声心里一惊啊 对方话语中竟然如此拖道 而且口音也不像丰州这边的口音 倒更像是长州那边的味道 他老子再三叮嘱他 这一段时间不准在外惹是生非 他虽然不懂事 但是也知道自己老子这段时间是关键时期啊 丰州地区成立在即 他老子就有可能要在这一段时间里提拔 所以也是在家里窝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这个才找个机会出来放松放松 却碰到了这么一帮子人 后面那几个人因为通道光线的原因 倒是有些看不清楚 狗言声有些拿不准 照理说这丰州城里谁不认识他葛二少啊 敢这样对自己 即便是几个有头有脸的领导 见到他也要客气几分 眼前的陆伟民似乎比自己还小一点 面对自己竟然敢大放厥词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来头啊 你认识我爹 狗言声惊疑不定地瞥了一眼四周 若是让他爹在这里碰上 只怕自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算是认识吧 格二少也是丰州城里的名人 何苦要为难这打工女孩子呢 也不怕败坏了你爹的名字吗 陆伟民显得很淡然 摆摆手 声音略略放低 只让两个人听得见 你不必问我是谁 听我劝 趁早走 如果事情真要闹大了 我想你父亲也未必保得了你 而且我想 你也不想在这个时候 替你老子添乱吧 这番话一出来 悚然一惊的狗言声 脸色顿时一变 莫不是这家伙真是省里来的人呢 难道是哪个大人物的秘书或者自职 他也听自己老子说过 丰州要成立地区 不过黎阳要过来一批干部 从省里也要来人担任丰州地区领导 近期省里也要有人来过来考察 包括老爹在内的一些干部 都被列入了考察范围 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啊 无论啥事都得为这件事情让道 他狗言声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也不敢拿自己老爹的政治前途来开玩笑啊 难道这家伙真是那位微服私访的大人物的身边人吗 狗言声有点不甘心的伸长脖子 想要看清楚后边的人 但是这条走廊光线本来就不好 加之又是背光 除了先前两个人和眼前的这个家伙 其他人的面目真的就看不清了 先前那两个人气势也着实不像一般人 心里就有些不太自在 若真是坏了老爹的大事 那自己肯定要被活剥几层皮啊 现在他也不好再仔细去看后面到底是啥人了 但先前走过来的两个人 大致的模样他还是有些印象 下来只要好好查一查 就知道这帮人是哪里的人物 狠狠地盯了陆维明一眼 狗言声掂量再三 还是觉得不宜在这里把事情搞大 日后有的是机会来拾到犯连这个小婊子 贵贱国虽然是强项 他就不信能为这样一个小婊子和自己翻脸 到时候找个机会把他给办了 不怕他不就范 见狗言声一声不吭地转身一挥手就往外走 一帮子叫嚣要冲上来收拾陆维明的小毛孩子 都是目瞪口呆 几个人不明白情况 也都是盲不迭的二哥二哥的猛喊 依然没让二哥回头 这一帮家伙也反应不过来 只能灰溜溜地剪跟着狗言声身后而去 见雷达仍然是面有怒涩 似乎不是很赞同自己的处理方式 但安德剑却是表情不变 陆维明能感受到对方对自己的处理方式的满意 张立本更是面带笑容地悄悄走到自己身后 拍了拍自己肩膀一时夸赞 陆维明心中也是暗叹 这种情况下的确不太好处理 一番激情正义固然看似荣光 但以安德剑的身份 要是真的闹开来 只怕又要弄得安德剑和狗志良二人心里都要落下疙瘩 虽然安德剑未必会怕狗志良 但是这丰州地区尚未成立 两个班子的人员就有了心结 只怕也是安德剑不愿意看到的 至少现在是如此 雷达只怕也一样 狗志良好歹也算得上是丰州地面上的人物 拓达集团在丰州搞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和丰州县方面打交道的地方很多 就算狗志良要离开丰州县委书记这个位置 以其在丰州的影响力和人脉 若真是撕破莲 恐怕也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现在这样 虽然有点狐假虎威的味道 把狗言声一帮人吓走 但也算是差强人意 至少避免了矛盾一下子尖锐化 倒是这个叫范莲的女孩子 日后如果还要继续在这丰州饭店待下去 还是会有些麻烦 雷达和安德剑一行人各别其道 陆卫民依然坐雷达的车离开 而徐小春 张立本和周渝明 则是等到安德剑上车离开 这才朝着另一边的福尔加走去 老徐啊 安书记看来是看上陆卫民了 嗯 可能是吧 卫民这小子试快材料 看看今儿个的表现 嗯 这脑袋瓜子和手腕 不是一般人玩的这般灵巧啊 今天的表现 我看安书记很满意啊 比他做其他事情实践都强啊 这事儿若不是他出面挡着 还真有些不好收拾呢 徐小春一边走 一边若有所思的笑了起来 这地区还没成立起来 局面却越来越复杂了 我看安书记到丰州这边以后啊 性子也是收敛了不少啊 哎 是不是苟知梁耀当组织部长啊 张立本和徐小春关系很好 所以说话也很随意 啊 有这个说法 也有说他可能当常务副专员 这还要看省理最后的决定啊 现在还不好说 徐小春摇摇头 陆卫民这小子还真有两把刷子 还真把哥老二给吓走了 也不知道他跟哥老二说了啥呀 肯定没啥好话 不过这小子脑袋灵光的紧啊 一眨眼一个主意 嘴边也会说 装神像神 装鬼像鬼 上次乱坟钢的时间 那么多人 这小子愣是半点不出 把一帮子村民说的是没肥色武啊 这份本事可是要比某些人强多了 张立本对陆卫民的印象一直很好 我就一直说嘛 他要是不愿意在团委那边干了 我这政法委呀 就缺这样的人 老张啊 陆卫民都是团委副书记了 到你那边来干啥呀 副书记啊 二十三四岁的政法委副书记 这合适吗 虽然年龄不是问题 但是你们政法委部门比较特殊啊 是不是年龄稍大 资历更深 经验更丰富的人 才更合适一些啊 徐小春现在已经是县委 分官党群干部的副书记了 说起话来也是头头是道 算了 我看这样子 陆卫民在咱们南台也待不了多久啊 迟早也是要走的事啊 走吧 张立本拉开车门 有些遗憾的道 秦海基和曹刚好像对陆卫民都不太满意 劳里也是满声不开枪 这样把陆卫民弄到团委去混日子 有多大意义啊 有些人心胸过于狭窄 有些人则是又于既往的惯性思维 在对待干部的任用上感情用事 我觉得这一点很不好啊 徐小春摇摇头 似乎有些不太满意 当领导干部 如果没有一点心胸和气度 看问题不能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 那路子只会越走越窄啊 老徐 你的情绪也有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会上提出来啊 民主集中制才是我们党的基本原则嘛 张立本笑笑 我觉得有些话还是当面讲透更好啊 至少会比会下来说的要好 毛主席不是也说过 反对会上不说 会下乱说吗 有些观点态度 我们不摆明 有些人就是觉得自己可以只手遮天 为所欲为啊 徐小春瞅了张立本一眼 摇摇头 却不作声 张立本也知道徐小春的意思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尤其是瞿骏和徐小春有了心结之后 连安书记都对这件事情有些头疼 而且秦海基和曹刚才把班子搭起来 这个时候谁挑起矛盾 只怕都会遭到二人的联手反击 徐小春也希望吻一吻 看一看再说 安德剑回到办公室 想了一想 又从自己的书柜文件夹中 把那篇文章找了出来 细细地读了起来 丰州地区还未正式挂牌 筹备领导小组 就租用了原丰州化肥厂的老办公楼办公 丰州化肥厂 建在厂内的新行政楼已经建成 化肥厂的行政办公部门都搬了过去 而邻居的这栋四层老大楼 正好派上了用场 被筹备领导小组临时租用了下来 这块地方地处丰州县城北边 位置适中 距离县城中心不远不近 正好合适 作为日后的地位行属临时办公地 加上化肥厂本来就是 丰州县的国营企业 日后地位行属借用 也谈不上什么租金问题 大楼在领导小组搬进来的时候 搞了简单的装修 也就是把办公室重新粉刷了一下 然后地面和墙面破损的墙和地砖 重新更换了一下 内定将要由地位和行属领导使用的办公室 则是加了墙群和吊顶 卫生间也做了改造 不过想要达到如黎阳地位行属那样的程度 显然不太现实 丰州地区的盘子大概已经定下来了 很快就要挂牌进入实质性的运转阶段 按照省委的意见 丰州地区挂牌一早不一迟 筹备时间一短不一长 尽早正式挂牌开展工作 也有利于稳定人心 凝聚人气 提前为丰州地区工作 全面走进正轨打好基础 夏立行出任第一任丰州地委书记 也基本成定局 虽然不明白省委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 以及夏立行本人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 但是安德剑感受得到 夏立行本人对这个安排似乎也并无不满 这一度让安德剑有些纳闷 夏立行已经明确地 和几个既定丰州地区班子成员谈过话了 要求大家要认真思考 下一步丰州地区成立之后的工作该如何开展 迫在眉睫的工作和中心工作是什么 这一点安德剑印象很深 迫在眉睫的工作和中心工作 这两个词听起来似乎有点雷同 但是安德剑仔细分析了 夏立行话语中的含义 觉得夏立行是言有所指 中心工作是关系到 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性工作 而迫在眉睫的工作则是可能聚集到每个工作领域需要马上开展的工作 这二者可能会有所交织 但却需要认真地分析思考 理清思路 提出想法 虽然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 但是安德剑也大略知道 自己很可能就要出任丰州地委秘书长 这是一个不轻的火啊 夏立行也算得上是他的老上级了 安德剑对夏立行也十分熟悉了解 以安德剑的揣摩 夏立行对自己这个秘书长的工作 要求绝不仅仅是停留在日常性的工作要求那么简单 尤其是夏立行能安置若素的到新成立的丰州地区来担任书记 而没有留在条件要比丰州好很多的黎阳地区 这更是让安德剑好生琢磨了一回 新地区要有新气象 这是夏立行这一段时间挂在嘴边上的话 丰州地区要甩掉惯有思维 敢于在改革开放中有所作为 这句话 安德剑至少听到了两次 那怎么样来贯彻夏立行的这一意图呢 这就是安德剑这个秘书长需要思考的问题 把原来的老一套拿过来只会挨批评 安德剑也不会愿意让夏立行看清自己 那就得实打实地拿出一点像样的新东西才行 但是突破点选在哪里 这也让安德剑颇为思量 安德剑叹了一口气 手边上缺人哪 尤其是缺有思想能实干的人 这是最大的问题 虽然已经明确 丰州地区成立将主要从原黎阳地区 各部委分流来人 少数从各县市抽调 但是黎阳地区原各部委大多数人 都不愿意来丰州 即便是北边六县里 愿意来丰州的人也不多 相较于黎阳六县 丰州这边的情况的确有些寒碜 尤其是城市建设更是相差甚远 即便是已经确定要到丰州的干部 这一段时间也还在以这样那样的借口 磨磨蹭蹭赖在黎阳不愿意过来 尤其是以没有办公用房和住房为由拖延 这也成了现在丰州这边最为棘手的事情 而丰州县要一下子越近成为丰州市 的确也还需要一些时日 这城市建设上有着巨大差距 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弥补的上来的 但是安德剑也觉得这也许是一个优势 一张白纸显然更适合主事者 按照最适合的方案来规划涂抹 思绪回到手中的文章上来 安德剑沉吟半傻 利用京州铁路的建设来实现 对整个丰州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拉度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意图 虽然这中间难度不小 但是没有难度的事也就用不着去努力了 丰州七线从黎阳地区被划分出来 可以说黎阳地区减去了一个巨大的包袱 但是对于省里面来说 这个贫困地带依然存在 甚至还会因为单独成立一个地区 而显得更为突出 如何来为新成立的丰州地区发展 提供一个助力 让丰州不至于从一建立开始 就沦为长江省最难看的贫民窟 相信省里面也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京九铁路 也许就是一个上家的契机 想到这里 安德建又仔细的 把陆为民这篇文章的观点梳理了一下 虽然这只是站在难谈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但是观点意图却符合现在丰州的思路 完全可以成为丰州地区成立之后 着力落实的一项重点工作 当然这也要看夏立行的决心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关道无强 作者瑞根 演播 左右 你调回团委工作了 真竟才有些惊讶地放下手中的长江日报 抬起目光望过来 在你们那个开发区干的不是挺顺手的吗 怎么一下子又调整了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呀 陆为民知道 这事儿瞒也瞒不住 何况在他看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平静地点点头 县里的主要领导调整了 可能新的领导有新的想法和意图吧 真竟才也是过来人 自然也知道 陆为民话语中的含义 点点头 嗯 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呀 哦 也没什么太多的想法 阀尾虽然事情单纯一些 但是我觉得 还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做一做 哪里都是工作 只是熟悉一下过程而已 我想我可以在团委这一行礼 做得更出色 陆为民语气中充满了自信 真竟把消好的梨从厨房里端出来 放在石桌上 大明吃水果 啊 谢谢 陆为民道了一声谢 毫不客气地拿起一块梨 大口吃了起来 真你又不在 和同学一块去见过路上的 迦勒滴厅玩去 滴厅是一种刚刚兴起的 以放低时高音乐 和跳迪斯科舞蹈为主的新型舞厅 很快就赢得了 最先沐浴舶来文化的 沿海大城市的青年喜爱 而长州 作为长江省的省会 自然也不会落后 迦勒滴厅是 长州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滴厅 规模虽然不大 但是那巨型音箱下的低音炮 足以让其他音响退避三省 十元一张的门票 也不是一般人能够享受得起的 滴厅刚刚开业不到三个月 天天爆满 已经成为长州娱乐行业的风向标 据说已经有两三个有实力的老板 想要开始效仿迦勒滴厅 准备投资巨资 开设更大更豪华的滴厅了 陆卫民到长州时 已经是晚上快七点了 因为想要给珍妮一个惊喜 所以就没有提前给珍妮打电话 没想到吃完晚饭来到珍家 珍妮却去了滴厅玩 月清去参加工会的文艺排列 为十一国庆节常理的艺术表演做准备 家里就只剩下珍精彩和珍洁 现在团委工作也在逐渐受重视 尤其是对于团干部的培养 也是纳入了比以前要高得多的规格 上面也明确提出 要认真培养团干部 要创造机会 把优秀的团干部放到重要岗位上去锻炼 你到团委工作 没准也是因祸得福啊 珍精彩虽然有些意外 但是并没有过多的去想其他 在他看来 一路为民的能力 获得进一步的提拔 也是迟早的事情 团干部本来就有一些优势 尤其是年龄上的优势就更明显了 这书啊 我倒是没想那么多呀 不过团委是个清水衙门 要想做出成绩来 恐怕难度比较大 但是要真做成了 意义也就更大了 所以我也有些想法 争取在团委里 扎扎实实的做点事情 陆卫民也并没有掩饰什么 也是 团委很多工作更在于务虚上 要让主要领导有深刻的印象 的确需要下一些功夫啊 珍精彩也有些遗憾 没想到陆卫民刚刚进入状态 他们县里的主要领导 却来了个大换鞋 看样子新上任的领导 对陆卫民并不太认可 或许是与上一任领导有关 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种封建漏俗很大程度上 还在各级政府机关里存在 这样就要看陆卫民 如何去改变这一切了 不过 珍精彩对陆卫民还是充满信心 见识过陆卫民的涛律 珍精彩心中早已认定 陆卫民非池中之物 迟早有一天要亦非重天 现在不过是折服而已 珍叔啊 没事 我心里有数 陆卫民也知道 珍精彩心中所想 淡淡笑道 哈哈哈哈 有数就好 小妮这死丫头 又和他们同学 一块出去撒玩了 呃 要不这样 我们去老郭家传传门呢 老郭对你印象很好 几次和我谈起你 也问你想不想回来 想回来的话 他就打算再去和老姑说一说 问题应该不大 珍精彩看了陆卫民一眼 我说这得看你呀 由你自己来决定 也不要因为小妮子这边 你就牵挂 你们都还年轻 事业要紧 也行 郭叔叔我也有很久没见着了 陆卫民也很爽快地硬承下来 郭正本来就是自己想要结交的人 对自己印象也很好 这样的机会 陆卫民当然不想错过 从郭正家里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过了 陆卫民和珍静才都有些心潮起伏 两个多小时的讨论 让三个人的心情都有些激动 虽然陆卫民更多的是一个局外人 但是他这个局外人的察言 却往往是点睛之笔 这不但让珍静才震撼莫名 也同样让郭正心吃身亡 珍静才怎么也想不到 陆卫民能把要求无偿的命运 和大飞机项目 以及眼下摇摇欲坠的苏联局势 联系起来 而提出的观点却又有理有据 在谈到大飞机项目重启意义时 连郭正都下意识地认真倾听陆卫民的观点 郭正已经毫无遮掩地表示 想要调陆卫民回要求无偿的意思 甚至直接说 这个问题 他却和郭明良沟通 一个大学生调进场 郭正还是有这个权利的 即便是郭明良之前 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不同意 他也不能不给郭正这个面子 倒是陆卫民这小子 还假模假样地表示 需要再考虑一下 这让陈静才也有些不悦 好在郭正倒是十分豁达 也许是对陆卫民的印象 感官实在是太好的原因 并没有因此而不高兴 大民娜 老郭都开口了 你还犹豫啥呀 难道说回厂里 还不如你在县里 当个县团委付出机枪啊 两个人走在厂生活区的道路上 两边的黄葛树夹道成荫 人行道上的花台错落有致 宽敞处便有停车棚 也是方便白日里 停放自行车 甲二区这边的绿化 搞得相当好 旗旁格子一样的 生活区道路两旁 都是二十年树林以上的黄葛树 有的更是达到了三十年以上 比起其他几个生活区的 法国梧桐 更多了几分绿意 夏日里 无论是车 还是人行走在街道上 丝毫不会感觉到鼠疫 也成为退休在家的 老头老太太们 乘良的好去处 即便是晚间 依然有不少人 喜欢坐在花坛旁 树荫下 聊聊天 下下象棋 打打扑克 这也成为 195厂生活区里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老国现在很受上面重视 他提出的 实施现代企业股份制改造 和玻璃斧业 以及重振国内航空制造业的几分意见 据说在布里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连古物院发展研究中心 也对他的意见十分关注 我估计咱们195厂 推进现代企业股份制改革 势在必行啊 而这也会与国家重新加大力度 对航空制造业关注结合在一起啊 双挫并递 实施两条腿走路的战略 其中也就隐含着 要启动大飞机工程的意图啊 哦 大飞机工程中央已经有说法了吗 陆伟民精神一震 关于大飞机项目这一点 陆伟民也是与国征和珍敬才探讨过多次 他注意到 国征对自己的观点很感兴趣 所以有意识地谈了一些预测性的想法 今晚 他也把苏联解体 可能使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要减弱 对中国遏制敌对态度转变 可能导致中国航空技术 进一步封锁这一观点明确提出来 这让郭征也很是认同 郭征也认为 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中国的国际环境还会进一步恶化 美国会在各方面都对中国 采取敌视和遏制战略 在以后越来越激烈的国力竞争中 中国将会处于更大的劣势 而在这些竞争中 航空业将会是一个关键的行业 而且从历史的经验和现实情况来看 国内航空工业要想从国外 尤其是欧美获得技术转让 来提升自身产业实力的可能性 基本为零 如果不加紧启动大飞机工程 越到后面 中国的航空产业 这个涵盖军民领域更有战略意义的产业 将会被越甩越远 日后想要重新追赶 恐怕不得不付出多几倍 甚至几十倍的代价 老郭陪老姑和梁广达 前一段时间去了一趟北京 部里面的一些领导 也专门与老姑 梁广达和老郭 谈到了大飞机项目和企业股份改制的问题 老郭说 中央正在认真研究整个大飞机工程 所要涉及的领域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系统工程 不是哪一家企业 甚至极家企业和航空航天部 就能接下来的活动 这需要举全国之力 需要中央来统一决策 但是看样子 应该是中央对老郭的提议 有了一些触动 对这件事情 有了一个更高的认识 正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估计是要对老郭 以及其他的一些专家学者的类似建议 进行一个全面评估 为中央的综合决策做准备 我感觉中央这一次 不像是以前那几次 那样泛泛地征求意见 而是真要有点懂大动作的意思 不过这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呢 真净才一边走 一边瞥了陆伟民一眼 所以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 如果说你现在还在那个开发区 干得很顺手也就罢了 但是现在你在团委 虽说也是一个锻炼 但是我觉得回厂里 你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呀 要说陆伟民一点没动心 那是假话 195厂价子大 级别高 自己回来多半都是进厂半 由郭正的看重 三五年内上政科级自然不在话下 估计要到处级干部 也是几年之内的事情 35岁之前上政初级 也是顺理成章 水到渠成的事情 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 一切顺利的情况下 陆伟民不得不考虑 自己回厂里的弊端 以及可能存在的变故 自己不是学航空机械专业的 甚至连理工边都站不上 自己能够引起郭正看重的 不过是仪仗着自己20年前世记忆 对世界发展潮流局势的一些看法 说难听一点 现在在郭正面前夸夸其谈 智商谈兵 卖弄一番还行 真正让自己进入要求无常 接触实际 只怕就未必这么顺心顺手了 而随着现今的局势发展 外行领导内行的格局会被逐步转变 尤其是在195厂这样的大型国营企业里 这一方面也会更加看重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就是梁广达和陈发忠 以及郭明良这几个不确定因素 前世梁广达和陈发忠 都是在十多年后才会翻船 这一世由于自己的参合 已经成功让真净才避免出局 而现在郭成也因为自己为其提供的一些思路和观点 而更得上面的看重 看起来似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但梁广达和陈发忠依然在位 自己真正要回到厂里 就难免会卷入其中 局势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对于自己来说 究竟是货还是服务 真的很难说 而郭明良是个个性十分固执 刚愎自拥的人 他认定的事情 你想要逆转不容易 就算他勉强同意国征 调自己进场 但这也许会加强他对自己的反感 自己甚至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压制 这也是一个变数 所以陆伟民需要好好斟酌一下 他觉得也许自己留在局外 为郭征提供一些其他方面的帮助 似乎更为合适 真书啊 你觉得我会常理发展 真的很合适吗 陆伟民沉言了一下 才继续道 郭叔对我很看重 我知道 但是郭书记和梁广达 陈发忠这些人就未必如此了 我真要调回来 如果只是到车间 或者其他无关紧要的部门也许还好 但若是到厂办 只怕会激起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呢 尤其是现在比较敏感的节点上 这一点真书考虑过没有啊 真净才心中一理 陆伟民的话不无道理 因为自己的事情 梁广达和陈发忠以及姚志斌等人 纠结得更紧了 而郭真和自己的关系日渐密切 现在姚志斌的儿子姚平就在厂办 如果陆伟民也回到厂办 只怕就有一点真尖对脉盲的感觉了 郭明良会如何看呢 陆伟民要是真的调回来 反而容易成为一个导火索 这对于陆伟民和自己一方来说 只怕都不是上策 现在分管供销的副厂长张俊安 很有可能会调到132层 这个空缺位置 姚志斌和28分厂厂长霍连儒都在全力竞争 霍连儒与郭真和自己的关系都不错 如果贸然将陆伟民调回来激化矛盾 只怕会在孤明良心中留下一个不太好的印象 进而影响到霍连儒与姚志斌竞争力上的优势 见真竞才似乎有所触动 陆伟民知道自己的话打动了对方 真竞才也不是个普通人 能在195场爬到目前这个位置 也是经历了不知道多少波折跌宕才上来的 虽然陆伟民一直觉得 真竞才比起国称来 在魄力和眼界上都略须一场 但是真竞才的务实精明却是无人能及 卫民娜 你考虑事情很缜密周全 这很好 不过我始终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 你回来之后和真妮在一起的时间也多了一些 现在真妮心性未定 在家没事就整天和那些同学一道出去玩 我怕她学坏呀 可让她整天待在家里也不是办法 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考虑一下吧 眼界已经走到家门中 真竞才这才站住脚步 你瞧瞧 这家伙都这会儿了还没回来 你要是在厂里 我们这些当长辈的也能放心一些呀 陆卫民心中略微异动 真竞才说的也是中肯之言 真妮本来就喜欢玩 自己若是不在昌州 她人长得漂亮 难免会有一些苍蝇蟑螂 想要在审判 翁翁坐下 像姚萍就是最典型的范例 现在真妮虽然对姚萍有了警惕 但是她那些同学整天摇约她出去玩 这时间久了 人家都看到她身判没有男朋友 肯定就会有人要打厨艺 男女之间的感情很难说 那种心心相印 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爱情故事 对于陆卫民来说显得有些虚无 她和真妮之间的关系 已经走到了现在这一步 尤其是在有了前世记忆的她 如果依然让自己最珍爱的女友 落入别人之手 无论是什么原因 陆卫民都无法接受 除非是自己心甘情愿主动放弃 但至少自己现在还没有如此的想法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关道无强 作者瑞根 演播 左右 见陆卫民若有所思 真精彩也就不再多说 说实话 她也是有些担心 陆卫民长期远在南谈 这半个月的才能回来一趟 像珍妮这样的丫头性子 和她姐完全相反 喜欢出去玩 今天去敌厅蹦迪 明天去卡了OK唱歌 要不就是一大堆人 去看演唱会和郊游 这少男少女在一起 日久生情 要真是碰出火花来 她还真怕毁了陆卫民和珍妮的 这一段姻缘 正琢磨间 就听得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 伴随着男女嬉笑的声音过来 陆卫民一眼就看见了 走在几个人当中的珍妮 其膝的格子花短裙 和乳白色的短袖衬衫 巧妙地搭配在一起 尤其是领口上的水冰领 更是让少女多了几分娇俏妩媚 粉红的脸颊上 那双令人心动的美眸中 汲许如梦如幻的朦胧 顾盼生姿 英醇如火 千巧白皙的胳膊 和白嫩爽滑的长腿 在这暗夜中散发出一种 惊心动魄的魅力 珍静才的脸色 一下子就淹了下来 珍妮一看就知道 是喝了酒的 这家伙真是不让人省心 自己和他说了多少次 出门在外一定要警醒 千万不要随便喝酒 哪怕是啤酒红酒 现在外面乱得很 这一大群男男女女喝了酒之后 自控能力都要下降不少 真要出点啥事情 陆伟民如何作响啊 就像今天这幅情景 自己心里都不是滋味 更不用说陆伟民了 珍静才猜得没错 陆伟民心里的确不是滋味 尤其是看到珍妮那娇俏 柔媚的笑容 无一刻不再吸引着 那几个跟随男子的目光 那种味道 使陆伟民重回到这个世界中 第一次感受到酸涩的感觉 陆伟民就这样 静静地站在那里 看着一直并未发现 自己和珍静才的 这一行人逐渐走近 这一刻 竟然有一个世纪那么遥远 并没有什么 只是他们几个同学 出去玩一玩而已 不是姚萍 陆伟民努力的提醒 告诉自己要淡定 要从容 但是他发现 自己竟然有些做不到 不是姚萍 从某个方面来说 也许比姚萍的危害更大 因为姚萍已经是一个 明面上的敌人 珍妮早已有察觉和防范 而这个敌人 也许深藏不漏呢 大明 惊喜的叫声 一下子把陆伟民 从那种四远十近的状态中 唤醒过来 陆伟民心中一清 自己这是怎么了 连这点自信都没有了吗 既不是网字重走了这一遭 还有那么多宏图豪月 等待自己去践行实现呢 区区一点感情上的问题 难道自己都无法搞定吗 荒谬 小妮 陆伟民笑着回应了一声 如荒快奔行的小鹿 珍妮脸上浮现起一抹甜美 惊喜的笑容 飞快地跑了过来 也许是酒精的刺激 甚至没有顾及到 自己身后的同学朋友 也没有看到 站在陆伟民身旁 不远处 阴影里的真景才 一下子扑到了陆伟民怀里 你啥时候回来的 怎么也不先说一声啊 脚跌爱怜的表情 让陆伟民看在眼里 心中也是畏之一醉啊 下午七点多回来的 还没来得及和你打电话呢 你还知道回来啊 知道几点了 真景才低沉的声音 不合时宜的响起 让珍妮这才发现 自己老爸就站在陆伟民 身旁不远处 阴沉着脸 爸 你怎么也不坑一声啊 把人吓一跳 珍妮娇美地撅起嘴 像个游魂似的 吓人也不信这样啊 真景才一阵头疼 对自己这个小女儿 她的确是没有办法 随便自己怎么沉下脸 这个丫头都能大模大样的无事 想方设法让自己转怒为习 大概是自己自小惯成这样的 但今天这个情况 的确得好好说一说珍妮 否则日后真让陆伟民和珍妮有了心结 那就不好处理了 你去哪儿了 陆伟民难得回来一趟 你人影也不见 这么晚才回来 不像话 珍景才沉着脸说道 人家怎么知道大明要回来呀 同学约我一起去加勒跌厅去玩 我们一大堆人呢 怕傻呀 珍妮有些不高兴 盼着陆伟民的脖颈讨好得到 大明你说我爸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 陆伟民此时的心境已经调整过来了 尤其是见到珍妮还这样毫不避讳的搂着自己 心里也是一阵舒坦 珍叔没事 小妮和同学一块出去玩玩也好 要不整天待在家里干啥呀 今天也是我没提前打招呼 不怪叫你 怨我 我都忘了 珍妮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猛的从陆伟民怀中挣扎出来 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我的同学还在那边呢 来 大明 我给你介绍一下 其实陆伟民早就注意到了珍妮他们一起回来的一行人 其中 三男两女 打扮得都很入食 气度也不俗 只不过当珍妮扑到自己怀抱里时 几个男青年都是远远的站在那边 脸上都有些不屑和不太自然 而另外两个女孩子也有些亲密 只不过那些表情都是一闪即逝 却都一点不漏地落在了陆伟民眼中 珍妮牵着陆伟民的手就往那边走 陆伟民也很自然大度地 微笑着跟着珍妮 但是珍静才看到陆伟民的表情很平静 似乎也不太在意这一点 心中稍宽 转身进了屋 大明 他们都是我的大学同学 这是殷红 陶倩盈 他们是我最好的同学 这两位是黄浅 赵云林 也是我的同班同学 这一位是倩盈的表哥 陶泽峰 珍妮一一为陆伟民介绍 殷红 倩盈 这是我的男朋友陆伟民 被叫做陶倩盈的女孩子 比起珍妮来还要高一头 相貌也不错 只是颧骨略略高了一些 显得很有性格 而殷红也是一张十分可爱的圆脸 不过两个女孩子 脸上虽然也是笑影满面 但陆伟民却能感受到 两个人的骨子里 有一种说不出的居傲冷淡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大学里虽然未必都那样现实 但是像在长江商学院 这样的本土大学里 家庭情况一般都瞒不了人 珍妮是195厂副厂长的女儿 195厂副厂长 在长州市里也算是个人物了 所以和珍妮能够走得比较近的同学 自然也都是自认为很有身份的人 一个人里显然是以那个陶泽锋为首 陆伟民能够感受到他们对自己的轻视 和对珍妮的不以为然 不过他并不在意 以貌取人 或者说以了解的职业 家事来评断一个人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陆伟民知道 只怕自己和珍妮之间的恋爱关系 遭到了他这些同学的反对和不看好 说自己和他不适合劝分手的话 应该也没少说 这些人对珍妮有很大的影响力 至少印象中 前世自己和珍妮处对象期间 珍妮就从来没有让自己 和他那些大学闺蜜死党见过面 也许是那些闺蜜死党们 对自己有些看不上 也许是珍妮不想让这种见面变得尴尬 总之 前世里 他对珍妮的这些闺蜜死党一无所知 今天也算得上是第一次见面 你好 我是陆伟民 陆伟民很坦然大方的 向居中那个高兽青年伸出手 陶则峰 这个名字似乎有些耳熟 但是陆伟民一时间想不起来了 自己似乎不可能和对方有过什么交道 为什么却像是听过这个名字似的呢 省中行陶则峰 高兽青年微微点头 对陆伟民伸过的手也是略略一握 便松了手 陆伟民有些好笑 这个家伙似乎太做做了一些啊 有点居高临下 俯视自己的味道 也不知道哪里来这么多优越感 他已经回忆起了这个人 前世中 自己还和这个家伙 有过一两次交情 当时自己已经是 无忧区的常务副局长了 因为局里要搭建融资平台的事情 和这位已经是长州中行副行长的陶则峰打过交道 但是后来这个家伙好像是调到昆胡市担任昆胡市中行行长去了 后续联系就不是这个家伙了 陆伟民又和其他两个珍妮的男同学握了握手 至于两个女同学 陆伟民只是浅浅地笑着点了点头 就表示认识了 原本这样的初次见面也就该结束了 各自道别回家 谁也不会爱着谁 不过陶则峰似乎总有一点意犹未尽的味道 看了一眼妩媚多姿的珍妮 又看了一眼衣着一般的陆伟民 那目光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和夹杂着惋惜 陆伟民突然间想起前世网络上一句常用的打趣言语 这么好的一颗玉白菜 咋就被这头猪给拱了呢 只怕眼前这个家伙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想不明白 自己凭什么就能夺得美人心 而且这个美人的条件却是如此之好 简直和眼前的这头猪完全不相匹配 看样子 陶学长似乎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呀 陆伟民似笑非笑的表情 落在陶则峰眼中更是可恶 这个家伙似乎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真以为仗着珍妮她爸对她有点好感 和原来有点青梅竹马的情谊 就可以笃定吻之了 方便吗 珍妮是我们这个群体里面的小妹 我们很关心她 所以也有些情况想要了解一下 似乎察觉到自己兄长有些尴尬 陶倩盈插话进来 冷冷的道 好 了解情况 难道珍妮没有说起过我的情况吗 陆伟民觉得更有意思了 看样子 这个陶则峰似乎对珍妮很有好感 而她这个妹妹似乎也在一门心思的 想要为她的哥哥牵线搭桥 很想和珍妮变成姑嫂关系 正因为珍妮和我们说起了你的情况 所以我才觉得有必要问个清楚 陶倩盈对眼前这个言语中 有些玩世不恭的家伙 没有半点好感 珍妮怎么会看上这么一个人呢 不知道她哪里好 岭南大学虽然不错 但那又怎么样呢 现在分道难谈 这个很多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 穷乡僻壤里 能不能调回来都是一个未知数 虽然珍妮说肯定能够调回要求无偿 但那也是靠珍妮家的关系 珍妮经常在一干同学面前 说她男朋友有才华有本事 几个姐妹都弃之以鼻 有才华有本事 就不会靠珍家来调回要求无偿了 而且现在还没有调回来呢 可见连珍妮她爸 现在大概都没有下定决心呢 为了替这样一个家伙强成面子 珍妮还辩解说 是这个家伙自己提出来 现在不愿意回来的 真是好笑 有这种可能吗 回昌州的机会不要 却愿意待在南潭那个嘎拉山沟里 说出去会有人相信吗 这年头想要掉进昌州的难度有多大 全昌江省人都知道 陆伟民还没有来得及插话 珍妮却已经有些不悦地瞪大了眼睛 倩盈 你这是干什么 没啥 我们就是想问问她的情况 另外就是问问她什么时候掉回昌州来 这没啥吧 陶倩盈眼睛一转 立刻笑着回应道 你不也希望她掉回来吗 我们帮你开导开导她 做做工作 那好 你们就在这里说 珍妮对陆伟民一直迟迟不愿意就掉回来表态 也是很不高兴 但是老爸对陆伟民个人的态度很是尊重 非要陆伟民自己来拿这个主意 还说陆伟民有陆伟民自己的考虑 留在南潭 未必比在195常里发展的要差 这让珍妮觉得自己老爸是不是在故意糊弄自己 自己这几个闺蜜 一直对自己这个男朋友有些倾恳 总觉得大明和自己触对象是有啥目的和企图 自己多番解释 他们也不相信 尤其是在得知大明被分配到南潭之后 就更加觉得自己和大明绝不般配 要自己早点下决心 和大明趁早分手 这让珍妮也很不高兴 但是珍妮也知道 自己这几个大学时代里最要好的同学 内心都是希望自己好 并没有别的坏心眼 就算是陶倩盈有些小心思 想要把他哥哥推销给自己 但那也是他觉得他哥哥的条件比大明要强得多 陶倩盈家里是省财政厅的 他父亲是省财政厅的副厅长 母亲在省税务局担任人事处处长 家庭条件极好 他哥哥陶峰泽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学校里就是预备党员 分回省人行工作只有四年 这会儿已经正式转到省中行挂质断链去了 据说也算得上是银行系统里一颗冉冉升起的心形 称得上是前途无量了 倩盈在学校里和自己关系也是最好的 一直想要当自己的小姑子 这份心思在寝室里谁都知道 只不过最初自己因为年龄原因没有考虑谈恋爱 后来自己就和大明好上了 这让倩盈很不高兴 和自己也闹了很久的别扭 毕业之后 知道大明分道难谈之后 他就存了这份心思 总是在自己面前说自己和大明门不当户不对 现在又相隔几百里 一个在长州 一个在偏远乡下 根本没可能成 说长痛不如短痛 要自己早点下决心 这让珍妮也是啼笑皆非 今儿个 殷红和倩盈邀约自己出来 一块到迦勒滴听蹦迪之前 并没有说有陶则峰 只是说几个老同学 他也没在意 没想到陶则峰也在 早知道珍妮就不去了 这会儿见自己的闺蜜们 又要和陆卫民谈话 珍妮心里觉得有些紧张 怕自己的姐妹 会说出一些不好听的话来 自己的男朋友 虽然对自己很大度 但也仅限于对自己 未必会对这几个 牙尖嘴利的闺蜜们 有什么好颜色 真要针尖对迈芒的争吵起来 她在中间也很难做人呢 珍妮 在这里怎么好说呀 你在面前 有些话我们就不好说了 陶倩盈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摇头不同意 你放心 我们就问她几个问题 很简单 就是听听她自己的想法 我们也是为你好 是不是啊 就几句话 了解一下情况 给她一些建议 其他也没啥 她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难道还怕几句话 都听不进去吗 就这点胸襟度量啊 是啊 珍妮 她大学毕业 也工作一年时间了 难道还会怕见生人不成啊 那个叫黄浅的年轻人 也附和道 这又不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大家开诚不公的谈一谈 只是觉得有你在场 有些话不太好说明 放心吧 就算是有些出格的话 难道她一个大男人 你还怕她受不了 想不通不成啊 这个家伙 嘴巴可真是有些刻度 那股子矜持得意的味道 几乎每一句话 都能迸射出来 也不知道 哪来这么好的自我感觉 陆伟明也大略猜到 这帮家伙 想和自己说些什么了 他觉得 有些 好笑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 关道无强 作者瑞根 演播 左右 这帮人大概是觉得自己 不仅仅是看中了珍妮的美貌 而且也瞅准了珍妮的家庭 可以攀龙附凤 借助真净才的关系 调回要求无常 只是搞不明白 自己怎么就把珍妮 泥得死心塌地 所以才想来单独和自己聊一聊 借此机会 找出自己的破碳来 现在还用这样一番话 先来把自己套住 大概也是为了防止 自己被他们言语挤兑的 受不了会恼羞成怒吧 没准这帮人 也希望自己能够恼羞成怒 这样更显得自己窝囊无用 莫不是自己 还真怕了这帮家伙不成 陆伟民内心中冷笑了一声 虽然他也知道 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看 对方的表现其实也很正常 甚至可以说 也是为了珍妮日后一辈子好 但落到自己头上 心里这骨子憋屈不爽 还真就有点找不到地方发泄 好不容易把姚萍这个赖皮狗给打发了 这又来了一个自诩为护花使者的货色 这珍妮还真是有些吸引力啊 难怪一波接着一波的情敌出现 就不会让自己消停 只不过面对这样的角色 你还真得好好琢磨一下 该用哪种方式来应对 免得失了颜面 坠了身份 小妮 没事 我看你这几个同学 也是真的挺关心你的 就像他们说的 也是为你着想 难道你对我这么没信心的 陆伟民半开玩笑的笑着道 你先过去吧 没准待会儿我们就能握手言欢呢 大米 珍妮犹豫了一下 陶倩盈的嘴巴在学校里就很出名 伤人无数 所以她在学校里人缘关系也很不好 也只有自己和尹红 才和她走得比较近一些 自己男朋友的性格珍妮也知道 外合内刚 陶倩盈若是真有些出格的言语 珍妮还真怕伤了陆伟民的自尊 没事 别看我是刚毕业的学生 这一年下来我的脸皮也练得够厚了 我也知道他们想说啥 陆伟民压低声音 温言道 放心吧 就算是他们有啥不中听的言语 我也受得及 怎么 对我连这点信心都没有了 不是 大明 珍妮欲言又止 我知道 不就是那个陶则锋想追求你吗 他跑了一个摇屏 又冒出来一个陶则锋 这也说明你有魅力啊 没事 我有这个自信 他们还不够看 陆伟民的声音虽然很低 但是语气里流露出那种淡淡的自信 却让珍妮凭空生出一股子欢喜得意来 珍妮终于松开陆伟民的手 有些恋恋不舍地点点头 表示对陆伟民有信心 他也很想看看 陆伟民在面对自己这个刀子嘴的闺蜜 以及想要追求自己的那个陶则锋时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说实话 自己对陶则锋并没有恶感 相反 陶则锋无论哪方面看起来都相当出色 在外人眼中 大明似乎和陶则锋根本没法比 但是陶则锋却始终只能作为陶倩盈的兄长存在 根本无法走进自己的心间 这也许和自己一颗心思都放在大明身上有关 另一个女孩子 尹红主动走上来 拿着珍妮的手走到一边 而陶则锋和另外两个男神 以及这个面色不善的陶倩盈也是虎视眈眈 这让陆卫民颇为有趣 这算是干什么 考验还是想让自己知难而退呀 陆卫民漫不经心的看着珍妮走到一边 这才好整以侠地转过头 看着两兄妹 这下好了吧 有什么话 这个时候可以尽管敞开来说了 陶卫民 你和珍妮是高中同学 可珍妮和你考上大学时 你们并没有谈恋爱吧 应该是属于大三才开始的吧 陶倩盈看了 把头偏在一旁的兄长 轻哼了一声道 高中时代都没有这个意思 为啥还要在读大学的时候来追着你呢 真是好笑啊 谈恋爱难道还要受时间段的约制吗 陆卫民知道对方想说什么 这些人都是把人心想得那样龌龊 似笑非笑的道 你们想说什么 是不是想说当时珍妮他爸还没有当副厂长 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多心思 后来珍妮他爸当195厂的副厂长 我才起了这份心思 想要来攀龙富凤 陶倩盈脸色微微一烫 他没想到对方的心思这样灵动 自己只是问一问 对方就立刻能通过自己的问话 来抓住自己的意图 这反而让他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接话才好 陆卫民 我想你知道 我们和珍妮大学四年的同学 珍妮就像我们妹妹一样 我想你如果真的喜欢珍妮 肯定也希望珍妮过得好 可是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哦 南坛 是黎阳地区那边的一个贫困县吧 听说你有志扎根南坛 要在南坛做出一番事业来 说实话 我们都很钦佩你的志气 但是你考虑过珍妮的感受没有啊 珍妮怎么办呢 插画的是另外一个男同学 赵云林 这是珍妮在大学时代 关系很要好的一个同学 其貌不扬 但是在陆卫民印象中 他也是珍妮被姚萍抛弃之后 唯一一个出面来帮助过珍妮的人 据说他一直都暗恋珍妮 但是珍妮在和姚萍离婚之后带着孩子 他也早已使君有负 但是还是不遗余力的帮助珍妮 在前世中 陆卫民虽然和珍妮没有多少交织 但是却还一直关注着珍妮的情况 也知道这个赵云林算得上是一个正派的人 赵同学 我想现在谈这个问题 是不是有些为时尚早了一些啊 陆卫民微笑着反击 虽然说赵云林是个好人 但并不代表在立场上就和自己一样 这个时候要么就是他暗恋珍妮 要么就是支持陶则峰 不可能支持自己 所以就没必要客气 距离并不能代表什么 我们不舍谈什么爱情的力量无敌 但是至少我认为 对于我和珍妮来说 这不是什么问题 不是什么问题 赵云林略略有些书卷气的面颊 这个时候流露出来的气势 却是显得有些咄咄逼人 这话有些不靠谱吧 见一次面要坐五六个小时的汽车 你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 爱情和婚姻难道就不需要物质保障了吗 或者说你很快就能调回长州来 我说过了 时代变化的很快 你们觉得是问题的 其实不一定都是问题 这和我调回来 不调回来 没有关系 陆伟民觉得自己似乎有些强词夺理了 赵同学 我还想说一句 珍妮她也是成年人了 她有她的思想和看法 能够明辨是非 能够正确地判断对错 也能理智地分析看待一切 我想对于我和她之间的感情 无需外人来指手画脚 无论是谁 感情上的东西 除了当事人 谁又能明白其中的真位呢 之所以对赵伟林稍微客气 陆伟民也是想到 此人还算是正派人 而且他也听得出 对方只是觉得 自己和珍妮这样两地相隔 而且条件似乎相差太大 这才是被珍妮担心 和那个陶姓兄妹 以及那个黄浅的语气态度 都不太一样 所以才按捺住了内心的怒意 对于陶倩英兄妹俩 陆伟民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我无法理解 你们两兄妹有什么资格 在我面前要我扬威 指手画脚 我和珍妮之间的感情 什么时候轮到外人 来张牙舞爪了 陶同学 你以为你是谁呀 仗着和珍妮关系熟络一些 就可以在这里信口雌黄吗 你不觉得你太夸张 可笑了一些吗 陆伟民言语中 极尽挑衅的口吻 他就是想要看看 这个陶则峰 会以什么样一种态度 来对待自己 仗着父辈余音 读了一个好大学 在单位上 有些人照看 一辈子顺风顺水 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了 就以为自己 可以凌驾于他人之商 任取任语 就觉得自己 无论在哪方面 都高人一等 无论什么待遇 都该优先的考虑自己吗 实际上 却是一些 金玉其外 败续其中的货色 陆伟民从内心深处 讨厌这优越感超强的 官宦子弟 真正遇到了麻烦 和棘手的事情 便惊慌失措 没有担待 虽然有些绝对 但是陆伟民前世中 遇到这种人还真不少 陶倩盈完全没有想到 刚才和赵云林谈话时 还彬彬有礼的陆伟民 和自己说话 竟然就像变了一个人 粗野而又极具攻击性的言语 让他满脸仗得通红 怒不可接 双眸燃烧着怒火 几乎要把陆伟民融化了 这个马不知脸长的家伙太可恶了 他还从来没有遇见过 这样嚣张罚护的家伙 你要嚣张罚护 那也得有嚣张罚护的资本呢 以为读了一个陆南大学 就觉得自己不可一世了 分到一个穷乡僻壤 不靠关系 不走后门 都不知道怎么钻得回昌州的角色 居然敢在自己和兄长面前 趾高气扬 大方厥词 这让他简直是无法忍受 陶泽峰内心也是充满了愤怒 他承认 自己和妹妹是稍稍有点过了 但是他觉得 这并没有什么不对 看见陆伟民那种淡然背后 隐藏的居傲 他就有些没来由的来气 也不知道 眼前这个有些轻慢的男子 怎么就这么容易勾起了自己的怒意 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原因 而是对方那种 深藏在骨子里的清明 他有什么资格 在自己面前摆出这样的姿态呀 这是最让陶泽峰感到愤怒的 一个乡不老 而且是偏远穷陷的乡不老 如果不靠珍妮家里 他根本就不可能调回昌州 听珍妮说 这个家伙面对珍妮父亲的帮忙 还故作姿态的要拿捏一番 这尤为让陶泽峰感到不齿 你靠珍妮家里帮忙调动也就罢了 何以还要摆出 一副要扎根农村 不干出一番事业 不罢休的姿态 这是给谁看呢 给珍妮看 还是给珍妮的父亲看 这样无耻虚伪的人 让陶泽峰更是觉得珍妮若是干了这样的男人 只怕一辈子都会在水深火热之中 陆卫明 是个男人 就请保持一点风度 陶泽峰制止了自己妹妹的爆发 显得冷静 而又不是风度 我妹妹不过是关心一下自己好友的一生大事 这有什么不对吗 你觉得你和珍妮很完配吗 不要跟我说你那些虚妄的奋斗 你要出人头地 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事情 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我只说一句 你不靠珍妮他爸 你能调回长州来吗 还是你真打算要在南潭扎根 不调回长州 你又有什么资格和珍妮一直处下去 是打算日后就和珍妮这样一直拖下去 还是打算让珍妮跟你一起到那个沙县里去啊 别在我们面前演戏 你骗得过珍妮 却骗不了我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极尽手段 我真是为你而感到羞愧 陶泽峰语速平稳 不急不躁 有些优雅泰然的气度 目光却是如剧般死死的盯着陆伟民 甭跟我说 你是真打算不调回长州 你在珍妮家里人面前欲擒故纵的那点把戏 不要说我们 我想就是珍妮他爸也一样看得清楚 你若是有本事 便别靠珍妮他爸调你回长州 你自己想办法调回长州 我便觉得你陆伟民是个人物 要不你真能在南谈做出一番事业来 我陶泽峰也觉得你一样是一个汉子 一个人物 陆伟民饶有兴致的听着这两兄妹 在自己面前的表演 到最后实在是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笑得连泪水都快要出来了 陶学长啊 我是真的有点佩服你们两兄妹了 说了这么久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激将法呀 怎么你妹妹是不是把你吹得天下无双 地下难找啊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学生党员 省人行重点培养的青年干部 现在挂职到省中行了 很快就要正式提拔为中干 听起来我陆伟民和你相差 何止千里万里呀 你怕什么呀 在你妹妹眼中不是你才和珍妮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吗 这么没底气 怎么和我清称啊 陆伟民好容易收住了笑声 这才一边摇着头一边说道 唉 怎么 不就是想要激我 要么自己去找路子调回来 别依靠真家 要么就别调回来 在南潭干出一番事业 这才是男人 这才是汉子 是不是 陶泽峰脸色有些阴沉 他也知道 自己的心思 对方未必看不穿 但是 对方这样毫不客气的捅开 还是让他脸上有些火辣辣的 陶浅盈啊 你把你哥吹得这么高 不怕掉下来会摔死啊 如果不靠你爸你妈 你哥能在省人行里受到重视 就能一下子挂职到省中行 这是在哄我 还是在自欺欺人呢 在本质上 你哥的表现 和你们所谓的 我想要利用真家调回来的情况 又有多大区别呢 我的警告你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自视太高 栽跟头会摔得更疼 陆伟民脸上 那种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看得陶氏兄妹心里 都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 我调回不调回昌州 是我自己的事情 轮不到谁来指手画桥 我采取什么方式调回来 那也不是谁能管得着的 我不会因为你陶泽峰 给我上的这么一回眼药 就气血上游 怒发冲灌 找不到北了 一句话 我有我自己的思维 不会受别人的影响 明白吗 陶泽峰的脸色更加烟沉 看到陆伟民这番表现 他心里知道 自己一番表演 根本就没有对这个家伙 起到任何影响 这个家伙简直就是 油盐不尽的四季豆 这份老辣深沉 哪里是什么刚毕业的大学生啊 就算是比起 那些江湖操练的滚刀肉 也不逊色呀 思路清晰 情绪稳定 根本不会被外界因素所左右 言辞犀利 态度强硬 而不识原话 难怪珍妮会被这个家伙 牢牢的控制在手中 要说自己条件 不知道比这个家伙 要好多少倍 可无论倩盈和自己 怎么使劲 都不能改变珍妮的态度 看到陶建峰脸色阴沉的 拉着怒气冲冲的陶倩盈 只是简单的打了一个招呼 就要离开 珍妮也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隔着这么远 他甚至还看到陆卫民 很开心的哈哈大笑 还以为他们谈得很投机 心里也是一阵放松 没想到陶建峰和陶倩盈 过来一个面如沉水 一个怒意冲盈 只丢下两句 大民不是好人 要自己保持头脑清醒 就甩手离开 倒是黄浅和赵云林 脸色有些复杂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弄得珍妮和尹红 都是莫名奇妙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关道无强 作者瑞根 演播左右 尹红走时 珍妮赶紧拉着尹红 让他帮自己从陶倩盈 和黄浅赵云林那里 了解一下真实情况 大民这边 珍妮也没有把握 究竟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 他发现 自己对陆卫民的了解 似乎越来越少 而陆卫民的想法 也是越来越让他有些迷惑 对陆卫民 甚至有了一些陌生的感觉 难怪父亲和姐姐 时不时的要问一下 自己和陆卫民交往这么久 究竟对陆卫民了解多少 连他自己现在都说不清楚 陆卫民离开真家时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 今天的乔峰 有些影响陆卫民的心情 但是陆卫民却有一种酣畅感 就像是捅破了某一种 一直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薄膜 他需要一些时间 来好好消化某些触动 带来的感悟 走出真家大门 却听到一阵脚步声跟了进来 陆卫民转身一看 却是真结 真结什么时候回来的 陆卫民没有注意 好像自己和珍妮进门时 真结还不在 真结 大明 你刚才和珍妮他们的同学说话了 我听到了 真结穿着一身棉筹印花睡袍 大概也是准备休息了 应该是听到自己的脚步 这才追了出来 胸前双方怒志 便是有文雄包裹 依然觉得颤颤巍巍 哦 陆卫民略感意外 扬起眉毛 看着昏暗灯光下的真结 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 真妮那些同学都那样 你不必和他们一般见识 他们说的那些话 你也不必放在心上 真结雨扇般的眉毛 和真妮一样 清亮的目光 如同一红清泉 总是让人感到宁静温馨 这两姐妹漂亮之处 既有相似点 又有不同点 不过在性格上 却是截然不同 真结喜欢安静 真妮喜欢热闹 真结喜欢独自在家里 看书听音乐 要不就是和几个要好的同学 出去喝喝咖啡聊聊天 而真妮则喜欢和朋友一起 要么蹦迪唱歌 要么就是逛街购物 不过两姐妹也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那就是出去旅游 你觉得我会和他们一般见识吗 陆伟明笑了起来 目光流转 真结也似乎察觉到了一点什么 脸微微一趟 赶紧双手怀抱胸前 正好遮住了那最敏感的部位 但粉精连带着镜下那一片白映 依然豁人心神 我想你也不会 不过大敏娜 我还是想问问 你真不打算调回来吗 我听我爸说 如果郭叔叔和他都去和姑叔叔说的话 那么就算是姑叔叔当初否决了你进场 但是现在依然有很大把握 能让姑叔叔让你回来 可是我爸说 你不是很想回来 而是想留在南潭 你是怎么想的 珍妮的同学 他们说话有些过分 但是有一点还是很中肯的 那就是你和珍妮就这么两地拖着 也不是个办法呀 珍妮的脾性你也知道 这样一直拖下去 他肯定要不乐意的 你们俩肯定就会产生矛盾 你得正是这个问题呀 珍妮的语气里充满了担心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打算 还要在南潭待一段时间 那就要跟珍妮说清楚 你内心中的想法 不要觉得小妮还小 无所谓 陆卫民心中微微一震 他没有想到 珍妮观察得如此细致 居然能感受到 自己对珍妮的态度有些变化 珍妮和自己说过几次 调回来的事情 自己总是以 还早 实际还不成熟 这样的理由推脱 但是自己却没有真正的 和珍妮谈过自己内心的想法 或者说 自己其实从回到这个世界开始 就已经下意识地戴着有色眼镜 在看珍妮了 陆卫民扪心自问 似乎有一点 想到前世 自己被分配到南潭之后 家庭又遭遇了巨大波折 最终投入了姚萍的怀抱 陆卫民心中就涌起一阵不舒服 哪怕只是前世发生的事情 他依旧难以释怀 可是这真的只能怨珍妮一个人吗 在那种情况下 换了是自己 能够抵御住残酷现实 带来的巨大压力吗 陆卫民就这个问题反复掂量 如果是现实中的自己 当然没问题 但是珍妮是个女孩子 尤其是当父亲离家出走 母亲一病不起 姐姐还在读书 这样的情况下 男朋友却又远在百里之外 一个星期都无法回来一次 这样彷徨无助的情况下 能扛得住一个条件 并不算太差的 摇平的软磨硬泡吗 陆卫民没有答案 谢谢你给我的提醒 我明白了 珍姐 陆卫民没有明确回应 珍姐的这个问题 但是他还是很感激 珍姐的提醒 忽然间他似乎觉得 自己的感情方向 发生了某些细微的转变 珍妮固然还在自己心目中 占据着绝对重要的位置 但是却已经不像前世中那样 失去了珍妮的自己 失魂落魄 那一年时间几乎都无法自拔 而现在 九月的南潭已经有了淡淡的秋意 但是只有早晚才能感受得到 过了上午十点的太阳依旧灼热 直到下午六点钟以后 那骨子热了 才可以渐渐消去 陆卫民蹲在架子边上 饶有兴致的看着一袋一袋 菌种扎料摆放的整整齐齐 两个人正在里面忙碌着 这是他蹲的第一个点 东北乡的向阳坡村 陆卫民来过东北乡几趟了 除了在调研东北猕猴桃种植情况时 来了三次之外 这一段时间里 陆卫民又开始频繁地跑 东北和霍山两个巷 按照县里的要求 进一步发挥共青团圆 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 带头作用要求 梁彦斌和陆卫民商量着 该如何来推动这一项工作 这一项工作 是今年团县委提出来的 黎阳地区团委 也照本宣科地发了下来 并没有在各县里 引起多大反响 像这样的专项工作 每年倒有那么一两项 大家也都习惯了 但是今年 这边的情况稍稍特殊一些 丰州地区 筹配领导小组副组长孙震 是团省委副书记 在下来之前 就是他在负责主抓这项工作 到了丰州 担任筹配领导小组副组长 实际上就已经承担起了 丰州地区地委副书记的角色 再摸不清楚 这位即将要出任 丰州地委副书记的 孙书记的脾性之前 南七县的团县委都不敢轻呼 所以对于这项工作 也就比较上心起来 不过孙震在就任筹配领导小组副组长之后 并没有太多其他的动作 似乎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筹配地区成立这件大事上去了 所以两个月下来 大家心也就懒了下来 一葫芦画瓢把文件再度照转 各线也就恢复了原状 梁彦斌在起初还是颇感兴趣的 但是在察觉到 新来的那位孙书记 似乎并没有把多少精力 放在团委这边的工作上时 也就拦散下来 这项工作自然也就丢给了副手陆伟民 陆伟民倒是挺少心 主动提出要搞一搞试点 梁彦斌倒也干脆 这项工作就全权交给了陆伟民 让陆伟民来具体操作 陆伟民也就不客气 这一段时间 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了乡下 把自己的两个同学也发动起来 准备把这智府先锋带头活动 好好搞起来 德宝 情况怎么样了 陆伟民站起身来 拱着身子好一阵了 这腰杆也有些发酸了 方德宝是陆伟民的初中同学 那一次同学聚会 方德宝并没有来 原因很简单 他高中毕业之后 没有考上大学 甚至连中专都没考上 就直接回家了 他的老家就是东北乡的 前世陆伟民在东北乡工作的时候 就和方德宝很熟悉 而那个时候 方德宝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东北农民 每年要么出去到沿海打工 春节回来一趟 要么就是在家里 试弄点农作物 搞搞副业 只不过 那个时候 东北的猕猴桃种植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大部分种植户都把猕猴桃树连根拔起 毒兽发誓 再也不相信政府倡导的任何事情了 尽管还行 卫民 还得全靠你带着那两位老师来指导 要不这事 我们根本就搞不起来 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背心 绷在幽黑发亮的身上 略显破旧的白衬衫搭在肩头 壮硕的青年钻了出来 当然最要紧的还是钱的 就我家这家底 没你担保 信用社根本就不会贷款给我呀 哪里搞得起这木耳栽培的大棚啊 我就是担保而已 借的钱 点本带息 还是由你来还的 这也是我的工作 帮你就是帮我自己吧 陆卫民摆摆手笑呵呵的 到时候 你要真的挣钱发家了 可别忘了 把我们这帮原来的老同学 请出来搓一顿啊 卫民 我不多说了 我若真的发家了 绝对不会忘记老同学的 方德堡憨厚朴实的面孔上 浮起了一抹感激之色 他也知道 陆卫民为自己搞这个木耳栽培 花了不少心思 除了从黎阳帮自己找来了 教授木耳栽植技术的技术人员外 还几次帮自己联系过 昆湖那边的木耳栽培大户 自己出钱 带他到昆湖那边去学习技术 虽说来指导的技术人员不是很讲究 但是这中午间的怎么着 也得简单的对付一顿 这林林总总来回可花了不少钱 都是陆卫民自讨腰包 让方德堡觉得很是感动 陆卫民选了东顾区两个乡的两位团员 作为自己的联系点 无他方德堡是他的同学 而另一个在霍山乡 码头村的丁克风也是他的同学 应该说方德堡和丁克风 都是他读初中最普通的两个同学 也是来自农村高考中失守的同学 这个时代高考失守再正常不过了 也不是十多年后 专科本科随便上的时代 千军万马即独木桥这种场景 让无数人在高考这座独木桥上 折戟沉沙的事情太多了 而这个时代 就算是考上一个中专 也是难上加难 考上中专也就意味着 你有了一个铁饭碗了 就更不用说大学了 城市的同学考不上 那就只有想办法找路子就业 而农村的同学就更简单点 直接回家 要么面朝黄土背朝天 充当新一代修理地球的农民 要么就直接打起铺盖卷 奔到沿海地区去 成为最早一批的农民工 没准运气好 成为时代弄潮 也许就能摆脱户籍带来的限制 成为新城市人 但是绝大多数人 还是只能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重复着最平凡而又现实的生活 丁克风的情况 也是方德堡告诉路为民的 他家比方德堡家境率好一些 丁克风的老爹 是村里多年的村支部书记 在村里也有些人亡 陆伟民也把丁克风 发展为联系户 这样两户蹲点联系户 也就算是有了两个样本 日后若要写些情况汇报 总结经验 也算是有了两个实打实的素材 当然 丁克风的情况和方德堡不一样 所以丁克风 虽然也是搞了葡萄架下的木耳栽培 但是在规模上要比方德堡这边要大不少 一次性就投了三万元 进行改造扩大种植栽培规模 这份魄力连路为民都为之炸舌呀 当然 这也与丁克风的父亲是乡党支部书记 而丁克风也担任着乡团支部书记有一定关系 这种葡萄棚下的黑木耳栽培组合技术 获得成功的情况 也是陆伟民从表哥陈刚那里获制的 陈刚到昌州省农业厅培训了三个月 回来提到了农村多种经营的方向 一农则农 一木则木 一果则果 一林则林 提倡鼓励发展副业 但也谈到了要避免行政干预 大概也就是淮山弥猴桃事件带来的教训 在获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陆伟民立刻把现在县团围要搞的这个 在农村青年团园中发挥带头致富的 示范作用活动联系到了一起 如果能够利用这个省农科所所搞的 这个项目实验结果在南潭进行试点 无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效应 所以陆伟民立即让陈刚帮忙联系省农科所 而省农科所也有意选择一两个点 作为推广试点 看到南潭县方面这样热情也很高兴 这样双方一拍即合 南潭县团委和省农科所也就签订了合作协议 由省农科所无偿提供葡萄种苗和黑木耳菌种 并且提供技术指导 而南潭县这边则负责提供试点户 原本陆伟民希望县团委能够拿出部分经费来支持试点户 但是梁彦斌对此不是很感兴趣 而报到县委那边 许小春虽然表示了支持 但也仅仅是道义上的支持 想让县里边出钱就有些渺茫了 所以陆伟民也就不指望县里能给多大支持 借此机会 自己干脆就直接确定了方德宝和丁克风 让这两户自己最为了解的同学成为试点户 德宝 你和克风可以多交流一下 省里面的专家老师毕竟来的机会不多 很多的还要靠你们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呀 昆虎那边作为省农科所研究基地搞得比较规范 但是各方面条件也都有差异 所以最终还要靠你们自己呀 陆伟民拍了拍手上的墓穴渣 这种用松木渣来作为培养体的栽植技术 与葡萄种植技术结合也算是一种突破 在昆虎省农科所基地里面获得了成功 真正要在农户家里面实践成功 那才能说是真正的成功 所以省农科所也是相当重视 基本上是隔两个星期就要过来看一次 而陆伟民也把方德堡和丁克风叫上一起去昆虎那边考察了两次 啊 放心吧 克风那边规模搞得更大 他比我还小心呢 没事就往我这跑 我们俩一直都保持着联系 方德堡把自己身上已经被汗水打湿的衬衣交给自己的对象 一个老实芭蕉的农村女孩子 然后一挥手道 走 中午就到我家里将就对付一顿 别嫌弃啊 嫌弃啥呀 我不一样也是农村里造出去的孩子嘛 走 陆伟民大方的一挥手笑着说道 喝两钟 好啊 方德堡高兴地说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关道无疆 作者瑞根 演播左右 陆伟民回到办公室时 已经是下午四点多快五点了 东北的班车很少 方德堡帮他找了一辆拖拉机 坐到了东固乡 然后他才坐着客车回到县城 拖拉机 加上从东北乡到东固镇的碎石路 让陆伟民再度经历了一次洗礼 这一段时间里 他已经多次体会过这种味道了 没有燃烧完全的柴油烟气 熏得他就是回到办公室 身上依然有着浓烈的柴油味道 弄得办公室里的人 都以为哪里来了个修车师傅呢 坐在办公室里 小成就急急忙忙地走了过来 满脸诚然道 陆书记啊 今天你上哪儿去了 陆伟民有些诧异 平素这个小成挺文静的 说话也是细声细气的 今天怎么变成这样了 怎么了小成 我不是说了吗 这两天我都要跑到东固那边 两个试点户我得去看看 不能告砸了 省农科所和咱们团围 可是签了协议的 不管怎么说 人家农科所可是为了咱们 提供了这么多种疗 而且隔一周就过了一趟 人家都挺上心的 咱们自己不能不闻不问吧 陆伟民含笑答道 是不是又啥事了 哎呀 今天下午咱们县委秦书记过来了 来咱们团县委搞调研 你怎么不参加呢 真有事也可以等到明天呢 小成一脸不解 秦书记和徐书记都问起了你 梁书记也不知道你去哪儿呢 柳书记说 昨天和今天上午都没有看到你 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看徐书记脸色就很难看 秦书记倒是没说啥 小成皱着眉头 你没和梁书记说吗 陆伟民心中微微一沉呢 徐小春脸色难看 倒不打紧 倒是秦海基啥也没说 真就有点问题啊 梁彦斌这两天人影也看不到 听说去丰州去了 这家伙好像是在跑动 想到新成立的丰州地区团委去 至于柳成郡这个家伙 自己前天不是和他说过 自己要去跑省农科所的这个试点工作户吗 怎么这家伙 想到这里 陆伟民就忍不住轻横了一声 看样子又被这个家伙阴了一下 这家伙从自己调到县团委来就有些不自在 觉得好像是自己踏足了他的地盘 梁彦斌在谋求调动 剩下的就是自己和他 他和自己资历差不多 如果梁彦斌真的走了 就有很大可能性就是自己和他的某个人来暂时主持团委这摊子工作 这家伙现在就开始给自己上眼药 神怕自己在领导眼中落下个好印象 没事 小程啊 谢谢你的提醒 我想可能是梁书记和柳书记忘了吧 我前几天就和他们说过我在跑这项工作 看来他们是忘了 陆伟民笑笑 到时候我和徐书记解释一下就行了 那就好 小程松了一口气和陆伟民摆摆手 这才离开办公室 这小丫头心倒是挺好的 也真难为他了 陆伟民叹了一口气 越是在这种机关里面混得久 你就越是有一种虚度光阴的感觉 陆伟民不喜欢团委的工作 但是既然将自己安排到了这个位置上 那他就要好好做 要让其他人都刮目相看 陆伟民随手拿起桌案上的报纸 丰州日报据说在筹判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正式起刊 据说要到十一国庆节 也就是丰州地区正式成立时 就要正式发行 在第一版稍下方 丰州地区筹备领导小组 副组长孙震的名字 出现在陆伟民的眼帘里 一时间陆伟民有些神情恍惚 前世中 自己为这位丰州地委副主席 当秘书的点点滴滴浮现在心中 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 是在忙丰州地区的筹备的最后阶段工作吗 孙震这个时候 的确是在忙着丰州地区成立之前的最后的筹备工作 10月1日就是长江省丰州地区正式挂牌的日子 9月30日 长江省委省政府正式将国务院的批复传达下来 在此之前 虽然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丰州成立地区 甚至大家都已经开始围绕着丰州地区来进行工作规划了 但是 在表面上 还是不得不服从 黎阳地区的指令 至少夏立行还是 黎阳地委书记 要到9月30日截止 原黎阳地区南七县才会正式脱离黎阳 成立丰州地区 地委行署所在地 设于县改市的丰州市 这几个月里 他也算得上是最忙的人了 虽然李志远和他是一起从省里空降过来的 但是 李志远和他的情况不一样 李志远要担任丰州行署专员 现在是在等着地区成立 顶多也就是花些时间了解丰州各下下线的情况 他的工作重心放在政府方面的工作 而自己则不一样 地区马上就要成立 而一旦成立 也就意味着地委的各个部委 行署的各个局行部委 都要把架子搭起来 招牌竖起来 这里面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干部人选 虽然说地委行署以及人大政协工委的干部早就已经确定下来 一些重要部委的局行的领导也基本敲定 但是这么多的部委局行 涉及到太多的领导干部 不少都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敲定下来 而自己又是外来干部 对于丰州这边的干部不太熟悉 对于自己来说 这就更为棘手了 孙震对拟任组织部长的狗志良印象并不太好 除了有一些不太友好的反应外 在他看来 身为在组织部长这个位置上的考虑还是有所欠缺的 一个在丰州县担任了多年的干部 工作足迹基本上没有出过丰州县 对于其他县的干部 了解也并不比自己多多少 加上自己这个外来户 无疑就是让地位书记夏立行 在人事上的话语权变得更重了 当然他孙震并不是想否定 夏立行在人事方面的主宰权 他只是觉得 作为日后地位人事决策上的三驾马车 省委应该更综合统筹的来考虑搭配 夏立行本来就是黎阳地位书记过来的 先天上就占据着绝对主动 而自己是从省里过来的 对这边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 而组织部长则是一直在丰州县工作 从未在地区的部委局行和其他县工作过 对于全地区的干部了解情况相对狭窄 这样一个搭配从工作角度来说就不是太合适了 事实上他当时也向省委组织部建议 是不是考虑一下在班子里面适当的调整一下分工 考虑一名对丰州整个地区干部比较熟悉的干部 来担任组织部长 但是这个建议他只能对和自己关系相对较为密切的 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秦泰然谈起 可是并未在省里获得认可 没有获得认可 孙震就只有自己辛苦一些 加班加点的下级层跑步门 抓住一切机会多和丰州地区的干部们接触 力求尽可能地通过自己亲身接触的方式 来加深对于干部们的了解 这虽然看起来有些老套 但是却是目前最为实用的方式 在用人上 孙震一直喜欢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 来获得实际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分析判断 而不是下边人的汇报推荐来掌握情况 他觉得只有用这种方式启用干部 尤其是启用重要岗位上的干部 自己才能放心 连他自己也承认 这样可能会让自己累一些 但是重要岗位上的干部任用 他宁肯自己累一些 也要力求拔门 孙震拿起手中的资料 走向长廊的另一头 现在筹备领导小组即在这个化肥厂的行政大楼里面办公 孙震看夏立行的态度似乎对这里的条件还很满意 一点也没有日后新建封州地位行属办公用房的意思 如果不是另一位副组长 也就是日后的行属专员李志远强烈要求尽早规划地位行属办公用房的建设事宜 只怕夏立行还真有点安于现状的味道 夏立行的办公室里似乎有人 孙震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夏立行温和的声音 请进 孙震推开门 一眼看到安德剑坐在沙发上 哦 夏书记 老安爷在啊 没打扰你们吧 来坐 老孙呐 正好 你也来看看这篇文章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夏立行对这个比自己小一大截的团省委副书记 还是比较尊重的 只不过在这个称呼上却是颇费心思 叫小孙吧 日后就是自己的副手 显得有些不太尊重 尤其是人前人后的更不合适 叫老孙吧 似乎一下子就把这个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叫老了一大截 孙震本人未必舒服 直接叫孙震吧 如果关系密切 倒也合适 但现在两个人的关系还没达到那一步 听起来就有些生疏 也不符合夏立行的风格 叫孙震起吧 似乎一下子就把两个人的距离扯得比较远 还有点公事公办的味道 在私下场合更不合适 最终夏立行还是决定叫老孙 叫老一点就老一点 听起来至少很成熟 夏书记说有意思肯定不简单了 孙震笑着走了过去 安德剑已经站起身来 在三个人的沙发上让出了一个位置了 这样就形成了两个人坐在夏立行的对面 一个等腰三角形 得剑琢磨的东西推荐我看了看 我觉得很有价值啊 你也看看吧 夏立行示意安德剑把东西交出来给孙震看看 安德剑把手中的文章也就递给了孙震 我可不敢贪功啊 这是我在县里县尾的一个年轻人写的东西 当时只是针对难谈的发展来考虑的 但是我觉得更符合我们日后 风州的布局定位 所以修改了一下 把视野转移到了风州地区 但是整个调子还是剽窃那个年轻人的 安德剑笑呵呵道 他的原稿在这里 孙书记也可以看一看 孙震借过安德剑递过来的东西 眼睛顿时意料 落后地区扶贫发展新思路 经求铁路对贫困地区脱贫的造写功效 夏里行和安德剑都没有吱声 孙震也不客气 自顾自的看了起来 粗略的浏览了一下基本情况 再翻了翻原稿 这才抬起头来 夏书记 这东西恐怕不仅仅只有些意思那么简单啊 这有点价值和意义啊 我觉得正符合咱们新城里的南谈地区的发展思路 而且极具现实操作意义啊 哈哈哈哈 省里面下来的干部就是不一样啊 操作这词咱们下边可不该用啊 只能说去做工作争取 夏里行开了一个小玩笑 拉近双方的距离 让气氛变得更加轻松 呃 现在风州地区成立在即 很多同志的工作却还毫无头绪 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该忙什么 整天四处吹牛串门 要不就是重景那些不太切合实际的东西 这种风气啊 我看要不得 老孙呐 我觉得咱们风州地区成立之后 地委要做的第一件大事 不是其他就是要整肃这些雍族浮躁的风气 让大家都明白 中央和省里面之所以要成立风州地区 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改变这个地区的落后面貌吧 而我认为要改善这个地区的落后面貌的关键一点 就是要解决精神落后的问题 要树立起 扶下身子 干实事的精神风气 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夏里行的言语 已经变得比较严肃了 孙震点点头 嗯 夏书记说的对呀 这其实啊 就是一个精神层次和精神面貌的问题 谋使做事 这是当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上级心体现 这也是为官者的官德所在嘛 当干部就是要为老百姓谋使做事嘛 整天庸庸碌碌 追求物质 贪求享受 这就背离了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原则 这种风气一旦蔓延 就会成为阻碍我们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啊 安德剑心中暗自赞叹 这位团省委副书记 这理论素养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 夏里行一个观点出来 他就立刻能加以隐身发挥 而且还能牢牢的把握捕捉到 夏里行的核心意思 不过安德剑也揣摩出夏里行话语中隐藏的深意 眼下 李志远兴致盎然的在为地位行属大院日后建设四处悬点 已经拿出了几个合适的地点 而各个局航部委的筹备组也是跟着效仿 围绕着地位行属的选址 到处规划强占有力地形 他感觉得到夏里行似乎对此有些不以为然 前一段时间 夏里行在筹备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上提出 让大家把心思放在丰州地区成立以后的中心工作上 要发心思谋划明年丰州地区该怎么来发展 但是似乎李志远却理解为 如何让丰州行属的各部门尽快地搭起架子 勒起台子 让行政职能部门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唱戏 夏里行和李志远 这两个日后的党政主官 从丰州地区尚未正式成立 就也已有了一些分歧 这让安德剑再一次意识到 矛盾无处不在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自己从乡镇区上 再到县里面 现在到地区 每换一个新环境 就能很快地察觉到 无处不在的矛盾和斗争 李志远这一手很厉害 强调优先考虑行政部门的办公用房 以及干部们的住宿用房建设这一大事 很容易就能抓到这些干部们的心 无论是从黎阳过来的干部 还是从各县抽调过来的干部 现在不少都是租房子住 还有不少是大家一起系在旅馆里 期待一个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来慰劳他们这些建设新地区的原老工臣们 虽然在前期就已经有不少规划出台 但是李志远对于原来的规划不太满意 认为太小家子期 不符合日后丰州地区发展前景 要求全盘推翻 重新规划设计 这一大动作 夏立行虽然没有明确反对 但是安德剑感觉到夏立行不太满意 不过夏立行似乎很克制 也许是要避免在地区尚未形成起来 就出现明显的矛盾 所以也只能很隐晦的在一些会议上 要求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不要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和待遇条件 要把心思放在 如何将丰州地区的经济发展 搞起来这个头等大市场 老孙说得好啊 这项工作不能拖 地区一成立 就必须要认认真真的 不走过场的 搞一次整风活动 尤其是我们的领导干部 更是必须要在思想上 得到一次洗礼 夏立行满意的点点头 重新把话题拉回来 得见能提出京九铁路事宜 我觉得事不宜迟 必须要尽快落实 专人专班来操作 这项工作也是地区成立之后 行属的一项重要中心工作 如果能够让京九铁路走西线 通过我们丰州 那么我们将会有包括丰州在内的 三四个县市直接受益 对于我们丰州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将会有不可想象的助力 甚至可以说是我们丰州地区 跨越发展的一个火箭筑推进 丝毫不压于省里面 给我们丰州这个尘空电话开通项目的支持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官道无将 作者瑞根 演播左右 为了支持丰州这个新成立的 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省委省政府决定 从今年开始到明年 拿出两个举措 来促进丰州地区发展 一是全面升级 从昌州到丰州的国道和省道 为标准的二级公路 另外还将拨付一笔资金 用于丰州到下辖各县的 主要道路的改造工程 第二项就是由省邮电局决定 再除了昌州之外 率先给丰州地区进行改造 甚至优先于昆湖 清溪和桂平 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 其所需资金 全部由省财政来负担 这两个项目 都算得上是一个大手笔 尤其是对于丰州这样 堪称全省最便宜 最贫困的地区来说 财政问题将是 一直困扰丰州的难题 由省里来帮助完成 城空电话改造和道路升级改造 无疑为日后丰州地区财政 减轻了一个大负担 夏书记说的对啊 现在我们不少干部 还有着很浓厚的坐等心态 总是觉得丰州是新成立地区 省里面会照顾我们 可是省里面给我们的优惠条件 也是有限的 不错 丰州的确很贫困 省里是该考虑考虑需求 但是西边的长西子之区呢 也是老少边穷地区啊 比我们丰州条件更差 该不该照顾啊 要说情况特殊啊 那全城可就拖了去了 省里也不可能哪个都照顾得来啊 最终还要靠我们自己啊 孙震点点头 嗯 所以我们领导干部就要学会 言官六路耳听发防 要学会捕捉各种对我们发展有利的信息 要敢于去挑战困难和争取成功 经久铁路是国家重点监视项目啊 要说我们丰州地区并没有多少发言权 要去争取似乎级别也不够 但是不是我们就一点这也使不上啊 就停止认知呢 我觉得不是 你没有去尝试过 怎么知道就使不上这啊 我们丰州级别不够 但我们可不可以通过省上有关领导部门 去实际争取呢 啊 可不可以通过各种渠道 来阐明我们的期望和想法呢 就像这篇文章里所说的那样 大有文章可做呀 我们也必须去做 丧失了这个机会 我们就是丰州的历史罪人啊 听到孙震一下子 把这个意义提高到这个高度上 夏立行和安德剑都笑了起来 还是孙书记看得高原啊 错过了这个机会 也许我们丰州就再也没有了 安德剑赞同的道 我赞同夏书记和孙书记的意见 应该尽早成立专人挂帅的专班队伍 把争取经久铁路线 过我们丰州作为头等大使来抓 啊 省理给我们两项专项政策已经确定了 实际上只需要有关部门落实协调 而经久铁路还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我相信黎阳那边肯定也有关注 甚至他们那边也会去争取 这一点夏书记应该很清楚 所以我们必须要花大力气 尽最大努力 动员各方面力量去争取啊 三个人又讨论了一些关于经久铁路 过境项目的其他事情 孙震这才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诶 德嘉同志啊 你们难谈出人才啊 啊 写这篇文章的同志思路很开阔 眼光很深远啊 这都是你培养出来的干才啊 哈哈 孙书记你太过誉了 写这篇文章的同志 要说和我的培养可没多大关系啊 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也是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难谈 才几个月时间呢 还给沈子烈当国秘书 这篇文章也是子烈同志推荐给我的 我当时就颇感惊奇啊 安德嘉笑了笑 可能夏书记也还有些印象 难谈猕猴桃销售也是这个小伙子出的主意 到北京去和亚运会拉上关系 后来又建议成立农业开房公司 老瓜子灵得狠啊 哦 大学刚毕业 夏立行和孙震都是一口同声的道 夏立行若有所悟的点点头 哦 这事我当然有印象啊 就为这事海华书记还专门表扬了我们黎阳啊 当时也是为着弥猴桃事件挨了批评 还处理了人哪 哎 这个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哪个大学毕业的 呃 叫陆维民 是领南大学毕业分配回来的 他的老家就是南谈的 安德健淡淡的笑了笑 看样子夏立行和孙震都开始注意到了陆维民 那这小伙子现在在干什么工作呀 孙震也颇为感兴趣 难谈弥猴桃事件 他也有所耳闻 黎阳在这件事情上既获得了表扬又挨了批评 据他所知 省委对安德健之前是考虑进丰州地区行属班子 而不是现在的地位班子 但是在弥猴桃事件上难谈工作得力表现优异 作为县委书记的安德健功不可没 而夏立行也力推安德健 省委组织部才会考虑进行了微调 安德健才会进入了丰州地位班子 没想到这个捏猴桃事件的最大功臣 和眼下三个人商讨的争取经久铁路过境一事 居然联系到了一起 这就不能不让孙震感到惊讶了 尤其是这个人居然还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我走的时候 在南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担任副主任 当时也是觉得 这个年轻同志表现很优异 想给他加点担子 锻炼一下 现在好像是到团县委担任副书记了吧 安德健没有演示什么 到团县委主持工作 孙震是从团省委下来的干部 对团干还是比较认同的 应该不是 现在南潭县团委书记也是担任不到两年时间的新人 安德健没有多做解释 也是留了一些话头 孙震皱起眉头 南潭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副主任 到团县委担任并不主持工作的副主席 怎么看都是有些贬低的味道在里面呢 但是安德健没有明说他也不好多问 免不了其中是安德健和沈子烈离开之后 南潭县里的一个人事调整 夏书记啊 地委这边各个部委也都在搭架子 像地委办 政策研究室 这些部门也都需要一个思路开阔 思想开放 头脑灵活的新鲜血液来补充嘛 我觉得德健同志可以考虑 选拔一些优秀的年轻人上来 这对于我们日后地委决议 也是大有比异啊 孙震也是当秘书出身的人 也很敏感 察觉到安德健对这个叫陆伟民的年轻人有好感 所以也就顺水推舟提了这样一个建议 我觉得老孙的观点很好 不过现在地区挂牌成立在即 可以等到挂牌之后再认真真选一下 从基层减拔一些年轻优秀的通知上来 既有利于培养锻炼干部 就能够让我们的工作 接受一些来自基层的思路观点 像陆伟民这一类的年轻干部 我们组织部门就应该着重考察一下 如果真的是人才 而且现实表现优异 那就应当列入后备干部 着重培养才对吗 夏立行点点头 他已经想起了这个陆伟民是谁了 不就是以前燕青经常提及的那个同事吗 虽然燕青一再否认 和这个陆伟民之间有什么感情瓜葛 但是妻子白普就很肯定的断言说 燕青对这个陆伟民很有感觉 只不过那个陆伟民可能之前就有女朋友 这才让燕青不得不隐藏了自己内心的感情 现在苏燕青虽然已经调回昌州了 但是据说还一直和这个陆伟民保持着联系 弄得妻子也一直很纠结 我问过几次 这个陆伟民究竟是个什么来头 居然就有把燕青迷得茶饭不思的本事 让夏立行也有些好笑 妻子言语中虽然有些夸张 但是毫无疑问 这个陆伟民肯定是有些本事的角色 否则以苏燕青的坚持冷傲 怎么可能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有如此好感呢 今天听到安德剑这么一说 夏立行才恍然大悟啊 既然安德剑也对这个陆伟民十分欣赏 倒可以考虑一下 是不是可以调到地委办里来呢 一辆老姐放货车 吃力的从门前驶过 带起一阵烟尘 这又是外地来拉猕猴桃的 今年南潭猕猴桃市场 和去年的情况不大一样了 除了北京 上海 南京 广州 武汉 重庆 成都 这些城市的猕猴桃消费市场 都开始主动接受南潭猕猴桃 这个品牌外 连昆湖和黎阳这样的地区 都已经有了猕猴桃的消费市场 虽然说市场还很小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 来主动联系购买猕猴桃的商贩暴增 这也极大的鼓励了猕猴桃 种植户们的种植信息 富头和淮山今年也效仿南潭 成立了农业开发公司 但是在南潭猕猴桃这块品牌建设上 他们远无法和已经创出名气的南潭猕猴桃相比 外地客商首选就是南潭 只有在南潭订不到货的前提下 才会选择富头和淮山的猕猴桃作为替补 价格上也说不得要压下来一截 这也让淮山和富头的干部 还有种植户们都郁闷无比 无论是从地理条件 土壤土质和日照水热等等条件 都相差无几 凭什么南潭猕猴桃 不但价格高出一截 而且还供不用求 而且即便是品项不好的南潭猕猴桃 也一样被当地的国品加工产业订购一空 这样的情况在富头和淮山简直是不可想象了 现代农业开发公司经理这个位置 现在就成了抢手货 周渝铭现在是县府办主任 再接任这个位置明显不太合适 为了这个位置 少不了又是一番争夺 看着周渝铭满脸不悦的从大门内走出来 陆卫民就知道 这位老领导怕是遇上啥不顺心的事了 陆卫民现在生活相对较为单纯清闲 团委的工作实在说不上多 梁彦斌虽然也不怎么揽权 但除了这个农村致富带头模范作用活动的 开展较为陆卫民来办之外 单位上其他工作都被另一位副书记 柳俊诚牢牢的把持着 而这位柳书记对自己几乎有一种天生的警戒感 仿佛自己来团委就是为了和他争夺地盘一般 这让陆卫民莫名其妙的好笑 梁彦斌似乎对这种情况也乐见其成 也不对团委的工作进行明确的分工 好在这团委工作翻来覆去每年就是这些 都是临时由梁彦斌来指定有谁负责 刘俊诚蹦得的欢 陆卫民自然也就退避三胜 也落得个清醒 怎么了周主任 满脸不高兴 有啥事情啊 陆卫民笑着和周一鸣打招呼 周一鸣似乎在政府办主任的位置上干得也不轻松 陆卫民当然知道其中原委 只不过周一鸣刚上来 这个位置又有不少人惦记着 他还得夹着尾巴做人一段时间 才能稳住针脚 能有啥事啊 还不是要庆祝地区成立的事情 又要做的光鲜堂皇 又不想花钱 现财政现在结局的狠 我就多说了一句 不行可以在县农业开发公司那边 戒指一点 周转一下 这小子就有人觉得 我还是惦记农业开发公司那边的事 风凉话就来了 这可真是新人入东方 没人抛过墙啊 幸好不是我私人想要干啥 周一鸣和陆卫民素来亲善 本来也是一个职场子的人 没啥心急 在陆卫民面前也就没啥隐瞒 陆卫民也有些唏嘘感慨 这个现代农业开发公司 搞起来虽然是自己的主意 但是具体操作 都是周一鸣在一手操办呢 而且周一鸣虽然性格软肋一点 但是为人忠厚政治 没有花花肠子 这现代农业开发公司 经手钱可不算少啊 去年一年算下来赚的钱真不少 年初县里买的两台桑塔纳轿车 都是从这个账上走的 秦海基曹刚一上任 就把周一鸣的农业开发公司经理给免了 另外安排了信得过的人去接手 周一鸣离任之前也是交得干干净净 清清白白的拍手揍人 周主任何必为这些事情生气呢 都是为了公事 是是非非 领导心中自有一杆称 陆卫明和周一鸣 并肩而行 稍稍地错开了一个脚掌的距离 我懒得生气 愿怎么就怎么 财政局那边拿不出钱来 这事就办不下来 既要扎彩车又要办农船 还得让地位行属新班子 看着都舒服 难道还不要钱 曹县城这不又刚买了一辆桑塔纳吗 正邪那边又不乐意了 整天吵着三大班子都有了 正邪凭啥还要做富尔家呀 周一鸣一贪手 一脸茫然 这个节骨眼伤 谁愿意得罪人呢 那就买吧 这教室工资再一发下来 财政局那边就直喊撑不住了 不至于吧 就算要扎彩车 办划船 也花不了多少钱呢 陆卫明略感奇怪 卫明哪 你就不懂了 这是财政局故意在放烟雾弹哪 县里那帮老干部 看到桑塔纳一辆接一辆的买回来 也不干了 说他们不少人的医药费 还没有报销呢 一下子就给你拿出十几万的医药发票来 守在财政局 闹得是乌颜涨气呀 曹县长也是折腾得脚头烂额 闹腾了一下午 这不刚把老干部们打发走吗 周一鸣脸上有点不自然 你说这是啥事啊 难谈财政历来困难 每年保教师工资就是一个大头 好在难谈历来在教育上的投入还算是重视 基本上都保障了难谈的教师工资 奖金发放没有出过问题 但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上就落后了 尤其是县城 市政设施的建设明显比其他县落后了不少 都是在工业开发区这一块正式启动起来之后 才逐渐有了改观 财政的困难实际上就是税源不足造成的 我们难谈没有像样的工业 而仅仅依靠农业税来维系一个县的财政支出 脆弱是不可想象的 这也是为什么县里要搞这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要原因呢 工业发展不起来 财政将永远结局 而县里面想要做什么事情 就会受制于没钱这个死结 陆伟民娓娓道来 周渔明倒是见惯不惊了 这个家伙和他一起共事的期间 袁伯的知识和犀利的见解都给了他太多的震动 现在他早已经习以为常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关道无强 作者瑞根 演播左右 华为民娜 这段时间忙不忙啊 周渔明一边微微喊手 一边道 县里面的情况大概就这样了 想要改变的话 那就要下大力气 可是现在 见周渔明没有再往下说下去 陆伟民也直去的 不再跟上这个话题 我这面就这样 闲着也是闲着 我就跑一跑推进致富 劳模带头作用的活动 还行 有些收获 对于咱们县里面农村的情况 我也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了 哦 我说觉得你晒黑了不少呢 怎么这一段时间都在田里折腾啊 周渔明饶有兴致的问道 哦 说不上是在田里折腾 团省委不是有一个发挥农村经年团圆 在经济发展中的致富带头活动吗 梁书记交给我来具体经办 反正也没啥其他事情 我就琢磨着 怎么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 下去跑一跑 陆伟民没想到 周渔明对自己的工作 是这样的伤心 有些感动 微民啊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 下去的时候 要和燕斌打个招呼 要不领导来了找不到人 就会觉得你这个人 三天打鱼 两天晒亡 没个定性 在领导心目中 也留下不太好的印象 是不是啊 周渔明沉吟了一下 这才压低了声音说道 我听人说 杜宝国在县常委会议上 建议县委要整肃机关作风 提到了一些领导干部 在尾部在港 整天忙于私事 尤其是一些年轻干部作风漂浮 做出一点成绩 就沾沾自洗 纪律涣散 后来我听说 可能指的就是你啊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陆伟民唯唯一愣着 他还真没有想到 有人会利用这个来小题大做 自己都被割到团委这冷板凳上了 还是有人不待见自己 是不是有一些太过了一点啊 杜宝国是新任县委办主任 接替徐晓春的县委办主任职务 原来是陈关镇的党委书记 算是秦海基一手提拔起来的铁杆 按理说 这种新任的县委常委 都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低调 可是如此旗帜鲜明的指指戳戳 而且还是在县委常委会上说这话 秉承什么人的意思也就很明显了 是这样啊 我说梁彦斌怎么专程提醒我下乡前 要提前打招呼 免得领导误会呢 陆伟明笑了笑 前两天我跑乡下的试点户 连着跑了几天 可能领导没看见我的人影 就以为我溜号了吧 我说杜宝国怎么会在常委会上冒酸呢 原来是秦书记 道你们团委调研你不在呀 难道说梁彦斌没提前通知你 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周愚明皱起眉头 这里面肯定有些古怪 陆伟明在团委这边 看样子也不是很得意 难怪安书记让自己关注他的情况 那两天梁彦斌也没在单位上 我也没看到人 可能是有人忘了通知我吧 或者说我参加不参加秦书记的调研 都无所谓 陆伟明耸耸肩 他觉得梁彦斌倒不至于这般小兔鸡肠 多半就是柳成俊 在其中做梗耍鬼 没参加就没参加呗 正好那两天 我手上的确也有事情 一直在东顾那边扎着 上午去下午才能回来 忙不过来呀 再忙还能耽误秦书记来搞调研呢 周渔明似乎觉得陆卫民有些情绪 正是等 卫民啊 甭管你心里咋想的 但人在屋檐下那就要低头啊 你得学会忍耐呀 不是有古语说的好吗 福兮祸之所福 祸兮福之所以呀 你调整到团围肯定有些不痛快 但是现在的情形下 你就得忍啊 周主任 您放心 我心里有数 说实话 把我搁到团围 轻松倒是轻松了 可是我还真有些闲不住啊 陆卫民笑着道 要说没一点想法肯定是假话 就像您说的 可就像您说的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句话 就是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实在待不下去了 咱走总可以吧 周瑜民吃了一惊 听住脚步 你要走 卫民呢 你 你打算调走啊 周瑜民虽然知道 陆卫民不是池中之物 但是这样有些突兀的提出可能要走 还是让他有些吃惊 周主任 我不想走 我很想留在南潭 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 可是您也看到了 这游得到我吗 打入冷宫也就罢了 还要来找场 干净杀绝啊 那我待在这里 有什么意思呢 正好我把他们厂里面 也可能会要人 真要有机会 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陆卫民这话也不是假话 那一日 珍妮同学和珍杰的话 让他还是有些触动的 回常理虽然有些弊病 但是比起现在 在团委做点事情 还要受这样那样的气 那还真就不如回常理去了 只不过 还真有点坐实了 陶泽峰兄妹的话了 自己是靠珍妮他们家的关系 调回去的 但陆卫民并不在乎这个 郭征倒是真有意 让自己回常理 陆卫民也自信 真要是回了厂 在厂部站稳脚跟 不是太难的问题 只不过 厂里不像难谈 你要想三拳两脚 让周围人对你服气 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195厂的情况放在哪里 不是一个人就能扭转局面的 这需要结合国家大政策 和决策者们 对整个195厂 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 否则无法适应市场经济转轨模式下的企业 都很难生存下来 不过要回195厂的弊端也不少 相当于是抛弃了这边大家的基础 重新去一个全新的环境 需要适应 纵然是国征对自己非常信任和看重 但是还有孤明梁 梁广达 以及陈发中这些人在 只怕自己又要成为一个新的焦点 陆伟民不想让自己成为焦点人物 那只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争斗中 回195厂里 就是要圆自己的一个梦 这大飞机工程项目 承载了太多人的梦想 如果有机会 能为这个梦想尽一份心 陆伟民当然不会吝啬自己 只不过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力量 这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贸然会要求5厂里 自己会陷入其中 激化矛盾 只会白白耽搁自己的时间 所以这还得好好斟酌一番 陆伟民打算抽时间 去拜会一下徐小春 听一听他的意见 自大那一次夜宴之后 徐小春对自己的态度 又亲近了不少 日常碰见总要说几句 由这个在机关里面 禁言了多年的角色 为自己提提意见 想必也是受益匪浅 梁彦斌拿着陆伟民 交过来的架条看了半晌 这才皱起眉头的 伟民呐 你要请十天假 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需要请这么多天假呀 哦 梁书记 是我女朋友家里面 出了一点事情 她一个女孩子 在家里撑不住了 所以我要回去帮忙处理 你也知道 我平时不怎么回去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陆伟民耐着性子解释道 现在我必须要回去 哦 既然这样 我当然同意啊 但是你知道 请这么样的长假 我需要向徐书记 汇报一声啊 梁彦斌 察觉到了陆伟民眼中闪过的怒意 下意识地点点头表示同意 陆伟民在团委表现得中规中矩 他也知道 那天陆伟民缺席了秦书记 调研团委是谁搞的鬼 柳俊成的这些小动作 在他看来 其实是一种很可笑的把戏 这么短时间接触下来 陆伟民至不在团委这一点很清楚 尤其是在那一日 见识了奔驰560来接陆伟民之后 梁彦斌就更加清楚 团委这个小庙 是容不下陆伟民这尊菩萨的 刚才陆伟民找他来请假 他也不过只是下意识拿捏了一下 并无其他意思 好 我会向徐书记报告的 陆伟民见梁彦斌干脆利索的 在架条上签了字 也就按捺住了心中烦躁的情绪 和对方打了个招呼 扬长而去 几乎是一个小时之内 陆伟民就收到了几个电话 内容都是一个 珍妮他爸出事了 首先接到的是珍杰的电话 珍杰在电话里面情绪很低沉 时不时的还要咒骂两声 那个叫黑牡丹的女人 仿佛一切过错 责任都是那个女人造成的 但陆伟民知道 事实并不是这样 珍静才和常理 那个叫黑牡丹的播音员 搞在一起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甚至已经不是最近一两年的事情了 珍妮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 陆伟民不清楚 但是陆伟民至少相信 珍杰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坐在返回昌州的长途客车上 陆伟民就在想这件事情 珍静才不是一个不小心的人 尤其是出了那种事情之后 就更加小心了 根据陆伟民所知 珍静才在这一年里 基本上没有和那个女人 有多少往来 怎么会在这个鸡柜眼上出问题呢 被人捉奸在床 打个半死 这几乎是在小说和电影里面的桥段 居然还真能发生在珍静才身上 这就不能不让陆伟民 感到啼笑皆非了 可他就真的发生了 而且现在还闹得沸沸扬扬 满城风雨 除了被人设计 陆伟民想不出任何理由来 当然 想要设计珍静才 那就要有那个女人的配合 谁能让那个女人 乃至她的丈夫 扶手贴耳的听命呢 195常理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 那个黑牡丹的男人 陆伟民也认识 嗜酒如命的罪鬼 在常理保安部私混 对自己老婆和珍静才 有一腿早就心知肚明 但是从来没有坑过半生 对自己老婆一样是笑脸相迎 笑脸相送 甚至有人在他面前 含沙摄影说这事 他也装傻充愣 要说度量 陆伟民觉得还真没有几个人 能比得上 但是这一次 他却充当了一回英雄 把珍静才从床上揪下来 当着无数人的面 暴打一顿 让衣服折体的珍静才 在众目睽睽之下 名誉扫地 这一周 态度太狠了 当然 这不是一件偶然事件 陆伟民可以想象 只怕在珍静才上一次成功脱身之后 他们就开始设计这件事情了 只不过他们也知道 珍静才在出了那件事情之后 肯定会相当谨慎 而且本来珍静才和那个女人的来往 也是日渐减少 拿前世流行的话来说 就是偶尔心血来潮 玩一玩 开个快车而已 要说这也算不上什么 比起前世那些个日记门啊 眼罩门之类的事情来说 算不上什么了 而且有无数和你一样的角色 在上演着同样的事情 只要不被人抓住 那就什么也不是 但是这种悲剧 就恰恰发生在你珍静才的身上 想到这里 陆伟民就不由得有些后悔了 当时考虑珍静才 毕竟是珍妮的父亲 有些话题不好明说 本以为珍静才应该会吸取教训 收敛一下 没想到最终还是在这个事情上灾了 也许很多事情冥冥之中 自有上天注定 珍静才也许命中就要摔着一跤 陆伟民回到家时 正好碰到了父亲 父亲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叹气 最后让陆伟民赶紧去珍家 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陆伟民来到珍家小院前时 地上还有些湿漉漉的 凋落下来的榆树叶落了一地 一场秋雨之后 太阳重新霸占了天空 也让原本就姗姗来迟的秋意 顿时又消失无踪了 两扇门紧闭 陆伟民突然想起了一句湿 门前冷落车马锡 不知珍静才在遭遇了这样的滑铁炉之后 还能不能站起来 前世 珍静才几乎是用了十多年 才在另外一家外地民营企业集团 拼出了一番事业 而这一次呢 除了这种事情 再想要在195这样的国营大厂里面立足 是不可能的 甚至可以说 整个真家在195厂里面都是名誉扫地 迎风臭出三十里 你搞女人没啥 但是你不能被人捉奸在床啊 而且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人逮了个正着 加上有心人的刻意宣传 现在提起你真净才 没人还会记得 那个气宇轩昂 风吐翩翩的副厂长 只会记得那个衣不遮体 狼狈不堪 被人从床上揪下来的可怜虫 在桥门那一瞬间 陆伟民都没有想好 自己该怎么样来面对真家人 怎么样和真净才见面 这个时候他们也许很敏感 需要一个更安静的环境来疗伤 但处于自己这个位置上 却不能不来 敲了敲门 好一阵后才传来一声迟疑的脚步 谁 真姐吗 是我 陆伟民 大明 你回来了 太好了 脚步声一下子急促了起来 两扇门猛的打开 有些憔悴不堪的俏脸上 隐霾顿消 灿烂的阳光 重新出现在 女孩子白皙的皮肤上 那一刻陆伟民竟然有些恍惚 刚到家 陆伟民点点头 抬脚进了门 真说在家吗 刚回来不久 去了常立一趟 回来就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里 真姐捶下眼帘 有些沮丧的说道 这几天 我们家里人都不敢出门了 小妮也请了假 就在家里陪我妈 我这两天 课也不多 所以都回来住了 运疑那里 陆伟民有些难以齐取 任何一个女人 面对出了这种事的丈夫 都只怕做到难以心平气和 但是如果是一个理智的女人 这个时候就不应该 只沉浸在愤怒和悲伤中 而是应当考虑 如何来应对处理这一切 但是很显然 月轻不是这种女人 真姐也觉得有些羞丧 父亲出了这样的事情 闹得满城风雨 现在全场人都知道 真净才和人通奸 被人家丈夫捉奸在床 打个半死 过着一副被单 好不容易才算是脱了身 但是在195常里面 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 连自己和妹妹出门 都时不时的 有人在背后 戳着脊梁骨啊 更有人说些 没脸没皮的话 甚至那个女人的男人还说 父亲玩了他老婆 他就要玩他的女儿 来报复回来 让听到这种传言的真姐和真妮都是莫名惶恐 现在两姐妹出门都觉得有人在盯着他们 那种惶惶不安的心境 简直快要让人崩溃了 他也不知道怎么看到陆卫民沉静自若的面孔 心里就一下子踏实了许多 厂里面对真书这件事情有什么反应 真书自己的意思呢 陆卫民也觉得有些不好启齿 但是却没有办法不面对这个现实 真静才出了这种事情 虽然谈不上违法犯罪 但是作为一个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 道德要求也是一个基本原则呀 除了这样的事情 肯定接踵而至的就是党级政绩处分 尤其是造成了这样大的影响 可以说对整个要求无常党委班子的名誉 都是一个极大的破坏 无法再继续担任领导职务是必然的 关键是在于真静才本人怎么想 厂里只是暂停了我爸的工作 让我爸接受基检部门的检查 后续处理还没有出来 真结跟在陆伟民身后 小声道 我爸怎么想的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两天他都是把自己一个人 关到书房里 也没怎么和我们说过话 我们都是陪着我妈 怕我妈想不通 陆伟民看了一眼真静才的书房 站住 不语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 关到无将 作者锐根 演播 左右 真静才的书房 在小院的东边转角处 位置很幽静 平时 真静才没有应酬的时候 也就在书房里面看看书 吹吹口心 拉拉手风琴 是一个很有些情调的人 难怪能把要求无常 当时的一枝花月经追到手 不过也正是他的多才多艺 造就了他风流倜傥的性格 只不过走到现在这一步 却还是栽在了女人身上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让人遗憾的结果 真姐呀 具体情况我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事情的大概我也知道了 真叔对这事有啥说法没有啊 他情绪怎么样 陆伟民感肯定 真静才是被人设计钻了套子 但是他还是需要进一步明了具体的情况 我爸出了事之后 情绪只有昨天不太好 今天已经好多了 不过他还没有和我们家里人说些什么 我妈这会儿也不想和他说话 他去了两趟厂礼 回来就把自己关到书房里了 连饭都是我替他送到书房里去的 珍妮眼圈有些微红 除了这种事情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你说真要像是去年那种事情 至少也可以出门 去找郭明良和郭征这些叔叔伯伯们问一问 像这种事情被人抓了个现行 他一个女孩子怎么有脸出门呢 两人说话的声音很小 但是还是惊动了屋里人 珍姐呀 你在和谁说话呀 谁来了 哦 妈 是大明来了 珍妮 大明来了 珍姐瞅了一眼陆伟明 颜色有些复杂的道 你去安慰一下小妮吧 她这两天都哭了好几场了 早上出去买油条 豆浆 还被人挖苦了一番 气得她跑回来 大哭了一场 哦 我知道 陆卫明也叹了一口气 谈上这种事情 反倒是家里的几个女性成员最难受 出门就得听到那些风言风语 你还没办法还嘴 大明来了呀 哎呀 你去看看珍妮吧 她昨天晚上没睡好 这会儿正在不觉呢 从屋里出来的月清 依然打扮得很入实 但是精神状态 看上去就不是很好了 看上去 政府的背叛 给她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但是陆卫明却知道 其实月清早就知道 珍静才和那个黑牡丹之间 不清不楚的关系 但她一直都装着不知道 甚至连珍妮都隐隐于约的知晓 自己父亲在男女关系上的风流运势 月清之所以受到打击不小 其实更多的应该是 为自己丈夫权位不保而担心才对 啊 等她多睡一会儿吧 走进客厅 珍姐为陆卫明端来一杯水 陆卫明也不客气 一口气喝干 坐在沙发上 月一啊 知道珍叔有什么打算吗 她那有什么打算 现在就等着厂里的处理呢 那花花肠子就不知道收敛一些 多大岁数了 还整天练着那一口 活该 提起自己的丈夫 月清就开始来气 眼圈也红了起来 手里的手绢也开始抹泪了 咋就没把她打死呢 也图个清静 妈 这会儿你说什么呢 珍姐是又羞又恼 自己母亲是个不知道轻重分寸的性子 她也知道 可是陆卫明毕竟是外人 就算是和妹妹确定了恋爱关系 但是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 要来再说一遍 也毫无意义啊 见自己大女儿恼了 月清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言了 愁弃了两声 不再吱声 大敏 你先去看看珍妮吧 珍姐抿着嘴 塌了一张 一会儿你再去看看我爸 我觉得你说的话 可能我爸会听 我爸可能也想和你说说话 陆卫明点点头 推开珍妮的寝室门 光线不是很好 床帘遮得严严实实 均匀的呼吸声从床上传来 陆卫明适应了一下光线 这才把门眼上 两条粉中玉琢的胳膊 露在宝尾外 散乱蓬松的乌发 遮住了珍妮的半个脸庞 陆卫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捏手捏脚地走进床边 悄悄坐下 只穿了一件睡裙的珍妮 睡相很是不老实 九月的昌州 中午依旧是带着一些热意 宝贝只遮掩住了半边身体 侧握着使得本来就很诱人的胸前陪蕾 挤出一道深深的乳钩 前世中 珍妮午睡从来不带门凶 哪怕只是午睡一小会儿 也要把文雄取掉 这个习惯在这一世中似乎也并没有改变 均匀的呼吸声 混合着淡淡的香水味道 让陆卫明烦躁的心绪 一下子平静了不少 陆卫明就这样静静地坐在床盘 静静地想着事情 前世中珍妮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一步一步沦陷在姚萍的软膜硬泡公式下的 他想通了 沉眠于往事的回忆 哪怕是这种未曾发生过的往事回忆力 并没有太大意义 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本身也就什么也不能说明 而且自己多了二十年的记忆 还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吗 答案很简单 当然不能了 姚萍之所以前世能够不可一世 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他爸爸姚志斌 接替了真净才副厂长的位置 而他哥姚范 很快也成了厂团委副书记 而迅记就调到了团审委 这样贤赫的家世 对于一个如落毛凤凰般的珍妮来说 无疑是具有很大的冲击力和刺激性的 被冷言冷语所包围的珍妮 也的确急需一个 可以让自己重获尊严的方式 来回击那些给予他伤害的人 再加上姚萍 弃而不舍的穷追猛打 而自己那个时候显然是那样的盈弱无力 有人说得好 人类和动物界其他动物一样 雌性选择气势强悍的雄性 雄性选择颜色艳丽的雌性 于是最终 珍妮选择投入姚萍的怀抱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不能怨珍妮 虽然他这种方式显得有些幼稚而愚蠢 这真的全部都是珍妮的过错和责任吗 看着眼前这张安详中略带一丝忧愁的交液 陆卫民心潮起伏 浮想连篇呢 想现实低头 是很多人不得不选择的结果 你不能奢求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百者不劳啊 那毕竟是少数强者才有这样的毅力 一个女孩子处于孤苦无助的环境下 再要奢求她像江姐那样永不低头 太强人所难了 这算不算是自己在为自己原谅珍妮寻找借口呢 但自己内心真的就能原谅这一切吗 能彻底的放下吗 陆卫民不确定 但是他得承认 至少现在自己依然对珍妮充满了眷念 床上的少女终于翻身了 有些不雅的将白嫩心肠的长腿从被子里面探出来 略有些短的睡裙翻卷起来 将大半个臀半都露了出来 昔日的卡通小裤 已经被有些性感的黑丝雷边小裤所取代 自打和陆卫民有了亲密关系之后 珍妮也越发注意自己的装束打扮 少了几许清纯淡雅 却多了几分妖娶妩媚 陆卫民摇摇头 爱怜的将被子重新替少女盖好 她不想破坏这种宁静宜人的气氛 就这样坐在床盘静静的思考问题 让她的思维变得更加清晰敏锐 真景才怎么办 陆卫民心中也没有底啊 这种情况下离开也许是唯一的选择 但是真景才可以离开 那月清和珍妮还有真洁呢 真洁可以说在学校里面读书寄宿 可是月清和珍妮呢 他们还能在这要求无常的这种环境下 工作生活下去吗 陆卫民无法想象 想到这里陆卫民就禁不住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也许换一个环境是最合适的 但是现在这不大现实 陆卫民的叹息声 似乎惊醒了床上的少女 睁开朦胧的双眼 一眼看到床盘坐着一个身影 珍妮险些惊叫出来 赛定经仔细一看 却是自己的男友 巨大的惊喜 混合着这两天的焦虑和担心 让珍妮惊不住一下扑进了陆卫民的怀里 哭了起来 陆卫民轻轻抚摸着少女蓬松的绣发 爱怜地替对方擦拭去脸颊上的泪珠 少女的愁气就像是触动了 她内心最深处的那一块柔软 让她忍不住将对方捞在怀里 清廉密爱 肆意温存 少女的哭泣 很快便被男友的爱抚止住了 火热的鹰唇撒娇羡媚般的翘齐 就像是一朵阴红的樱桃等待着采摘 此时陆卫民哪里还按捺得住啊 种种印象 舌尖粗鲁地撬开少女的背驰 吸云着那甜美的芬芳 粗重的喘息声 就像是一剂最好的山青药 让禁欲已久的陆卫民 竟然有一种不能自意的冲动 双手将少女的睡群毫不犹豫地掀起 一对丰满白腻的翘颅就这样毫无保留地奉献在陆卫民眼前 逆人婉转的身影就像是一曲秋日情歌萦绕在陆卫民心间 虽然陆卫民无法真的遇成好事 但是这样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尽情地去感受对方肆意横流的情欲 依然让陆卫民为之迷醉 初恋是最美的 这是谁说的 这话一点都不讲呀 无论日后有多么辉煌灿烂的爱情 有多么相濡以沫的温情 但永远都无法磨灭那青春少华时 铭刻在心板上的那段真情 大明 我们该怎么办呢 梁九才恋恋不舍地从迷醉的情河中挣扎出来 少女如黑钻一般的美眸在幽暗中散发着动人的光子 什么怎么办 你放心 有我在 一切有我呢 云来将挡 水来土掩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 陆卫民知道 这个时候需要给予对方最有力的勇气和支持 只有这样才能燃起对方坚持的信心 而自己表现出更加坚定和坚强 就是最好的强心境 真书也不是没有本事的人 就算不在要求五场里干了 随便在哪里也是一样可以干得风生水起 你是说我爸不能在场里干了 少女心中微微一颤 像他们这些已经将要求五场 视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场子子弟们 离开要求五场 似乎是一种无法想象的事情 现在的情况下 我想真书恐怕也不可能在要求五场里干下去了 当然 这要看真书自己的想法 陆卫民不好回答这个问题 事实上 真净才也不可能选择在场里干下去 无论是最后给予什么样的处分 人活脸树活皮 电灯泡子活玻璃 真净才好歹也是195场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除了这种事情 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 那 那我爸日后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呢 少女眼巴巴的望着情郎 爱怜的亲吻了一下对方红韵尚未完全退去的脸颊 陆卫民略作思索便道 郭叔不是还在场里吗 我想对于你和月仪来说 也就是这一段时间会难过一点 等到这段敏感时期过去了 大家的注意力逐渐转移了 也就没啥了 月仪本来年龄也不小了 厂工会那边的工作本来也没有多少事 这段时间可以请假暂时不去 至于你这边 这两天也可以请假 我和郭叔说一说 看看她的意见 那你呢 少女心中烧安 将自己赤裸的身体紧紧贴在情郎面前 搂住情郎的虎下 轻轻扭动身躯 你上试后掉回来呀 我 看看吧 现在掉恐怕时机不合适啊 我想等到你爸的事情影响逐渐淡化之后 再掉回来 呼吸一阵急促的陆卫民 想了一想才下定决心 既然南塔那边短时间内看不到什么前景 那就不如调回195厂里来 不过这得和郭征再说一说 那最迟是啥时候啊 少女依旧有些不太放心 争取明年上半年吧 陆卫民给自己定了一个时间 如果到明年开年之后自己的处境依旧没有啥变化 那么自己真的可以考虑调回195厂 只不过自己这一年多时间在南坛大下的基础基本上就算是白费了 回195厂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而且环境未必要比南坛就要好多少 陆卫民走到真景才书房时 发现真景才似乎已经恢复了正常 至少从表面上看不出有半点和往常有什么不一样 除了左眼眼眶上还有一些瘀青外 衣着打扮和精神头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大迷来了 坐吧 看到陆卫民进来 真景才并没有多少精益的表现 也没有多少愧疚和不好意思的神情 得承认呢 真景才能混到这个位置上并不是凭空得来的 平常人出了这种事情 多多少少都有些不好意思或者羞愧 但是真景才就能如此冷静的抛开那些困扰的情绪 真书啊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陆卫民见真景才的情绪很稳定就直接步入正题 你是不是打算离开长州 真景才眼中闪过一抹惊异和赞赏 点点头 我打算离开 写好去处没有 陆卫民也不客气 如果没有好去处的话 我向您推荐一个去处 条件可能差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肯定有发展前途 哦 真景才吃了一惊 他的确有打算离开长州 这两天里也联系了几个地方 但是这件事情来得太突兀 短时间内肯定找不到合适的去处 没想到陆卫民居然为自己安排了去处 这让他感到非常意外 是什么地方啊 拓达集团的风州水泥厂 陆卫民很沉稳的道 拓达集团 真景才有些疑惑 他还真没听过这么个名字 嗯 一个股份制公司 新成立的 现在在风州 投资了一家新型干发水泥生产企业 投资不小 预计生产规模也相当大 陆卫民沉言了一下 似乎是在考虑 该不该对真景才说实话 最后还是觉得 对真景才没有必要过于隐瞒什么 这个公司的股东 都是经里面有些来头的私人和企业 现在转向经营职业 需要一些高级管理人才 其中的一个大股东和我有些瓜葛 也曾经希望我为他推荐一些这方面的管理人才 我觉得真叔 你现在相当合适 真景才有些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经理来的 投资搞实业 陆卫民给他的意外实在是太多了 一个接着一个 让他真有些受不了 他实在想不通 陆卫民为什么又能和经理搞实业的人联系在一起 听他的口气 这好像跟他那个同学沾不上边 而搞水泥厂 这也不是什么短平快的投资项目 真景才虽然不是搞水泥这一行出身的 但是没吃过猪肉 还能没见过猪袍吗 水泥项目投资 基础建设投入不小 这种半资源 半经营的企业 不但前期投入巨大 而且对市场营销有较高的要求 在环保上也有一定限制 一般来说都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 他还真没有听过哪个私人敢于在这个领域上扎入巨资的 卫民娜 你是说这是一个私营企业 真景才实在忍不住问了一句 他得把这个情况搞清楚 嗯 算是吧 应该是私营资本为主 但是我不清楚其他的几个股东的具体情况 我只了解这个前头的大股东 有些来历 真叔 请您放心 如果是什么半调子企业 我也不会推荐给您 我也知道 您工作了这么多年 肯定也有许多熟人和朋友 不过我觉得 这个企业处于创建阶段 正需要管理人才 您工作经验丰富 搞了这么多年管理 尤其是后勤这一摊子 十分熟悉 这个企业刚刚开建 您去了 既可以马上入行 发挥自己的能力 另外对您来说 也是一个重新自我发展的机会 可以借助这个机会 重新站起来 而且距离长州也不算远 唯一有些不好的 可能就是现在条件差了一些 但是我想对您来说 这也不是什么问题 我还让您崩潰一下 在另一再重新的厨价 腺 这也不是什么问题 我再继续